公元960年,一次著名的军事华变,开许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大宋王朝。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一个重要人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此人就是赵荒印,而这次兵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带您开启那段陈锋的历史,全面解读宋这个举足轻重的王朝。 进去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第一集,陈桥兵变。 公元907年,矗立两百多年之久的大唐帝国轰然倒塌,一个平衡被打破,击踵而来的, 就是长久不息的动乱,直至一个新的平衡建立。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大割剧时代。 在北方的广袤地区,各个割剧政权相互混战,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洲五个王朝。 与此同时,南方各地又陆续并存过十个较小的割剧政权,这一混乱的时期,史称五代十国。 五十多年后,在各个割剧政权各自为政不断更替的时候,公元960年,在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后洲的都城,一个巨大的军事政变正在悄悄酝酿。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场政变,日后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大宋王朝。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带领我们近距离的触摸历史,关注宋这个让人想想的王朝。 百家讲谈系列的节目,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第一集,陈桥兵变。 从今天开始,我们讲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北宋王朝。 说起到北宋王朝的话,我们必须从一次兵变开始讲起。 兵变发生这一年是公元960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后洲,显德七年。 这一年的正月初四,在京城,就是今天的开封,东北四十里有一个地方,叫陈桥义,是个驿站。 这个驿站发生了一次兵变。 公元960年,就后洲显德七年。 后洲的皇帝叫周公帝。 这个周公帝还很年轻,只有八岁,而且他继位的时间不长,只有半年。 因为半年之前,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继位了。 这是他继位以后的第一个春节。 我们从初一开始说起,大年初一,所有的文武百官都来给新上任的周公帝朝贺,祝贺他当皇帝的第一个春节。 也就是春节期间,朝贺还没有完,就来了个消息,说北方一个是齐丹族南下,另一个是北汉东下两股军队直冲后洲的京城开封,杀过来。 所以当时那个皇帝很小,八岁,你想想,八岁的皇帝能处理什么朝政? 他的母亲太后多大呢? 二十多岁。 儿子八岁,当娘的不会太大,二十多岁。 而且这个太后刚刚立位皇后,没几天,她丈夫就走了。 她丈夫就是很有名的周世宗。 母子两个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就由两个执政的大臣来处理这个事。 这两个大臣,一个叫范侄,一个叫王璞。 这两个人是周世宗临死之前的托古大臣。 所以他们两个一声订,那怎么办呢? 赶快叫皇帝下诏书,派一个大将出征。 派出来这个大将就是后洲进军的都典者赵匡英。 赵匡英就在这个时候截到命令,要他出征。 当然,皇命不可为。 所以截到命令以后,马上他就调军,准备出征。 这是正月初一发生了事。 到了初二,出了两件事。 第一,是赵匡英派来的复读点解。 就是他的副手带兵作为先锋出发了。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初二这一天,京城突然传了一股流言。 按咱们今天的说法就是段子,两句话说,将以出军之日,册点解为天子。 什么意思了? 就出兵那一天,要立点解做天子。 点解就是都点解的简称。 五代的军制大体是这样的情况。 中央政府的军队叫禁军。 地方藩镇节度使的军队叫衙军。 这个后洲的禁军,它又分两个分支。 一个叫世卫斯,一个叫殿前司。 就世卫斯跟殿前司各带一部分禁军。 实际上就是两支部队。 赵狂印是什么呢? 赵狂印是殿前司的最高统帅。 他叫殿前司,都点解。 他下面还有复读点解,复读指挥使,复读指挥使,独于侯,还有几层官吏。 它是最高的,所以他就叫他的副手带兵出征了。 副多年减,出征了。 同时京城传了一股流言。 这个流言传的还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京城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京城的百姓的官吏是一片惊慌,非常惊恐。 因为五代这个时期,这个皇帝是转得非常快。 一般一个皇帝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就换了。 一换皇帝,紧跟着就是一场屠杀。 所以大家都做好一个准备。 逃,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皇宫之内没有一个人知道。 皇宫不知道。 你想想,这也很有道理。 皇宫要是知道,将亦出军之日,策点解为天子,那皇宫马上不让赵皇领出兵了。 皇宫不知道,京城都知道。 这是初二。 到了初三,赵匡应带领大军出城了。 这个大军出城,部队的纪律很严明,没有一点出现骚乱。 京城虽然太平了,但是部队里边却又传了一股谣言。 传了一股留言。 这个部队里有一个人,这个人据说是非常善于观天象。 他就看了天象以后,他说了,他看见天上有点东西,就别人都看不见,就他看见了。 什么东西呢? 日下复有一日,黑光魔荡者久之。 什么意思呢? 日下一日,就是天上的一个太阳下面还有一个太阳。 天象出现了两个太阳。 而且这两个太阳在互相搏杀。 中国古代历来都知道这么两句话,叫天无二日。 天上出现了两个太阳,很不吉利。 两个太阳,而且这两个太阳互相在搏杀。 所以到了初三,部队赶到陈桥义,一住下来。 这部队里边就开始出变化了。 有一部分将领聚集到一块。 赵匡应统领的大军,中央进军的一大部分将领聚集到一块。 这些人聚集到一块后,就在议论一件事。 什么事呢? 另立天子。 要另立一个天子。 不能听那个八岁小皇帝的。 当然,他们那个另立天子的也有他的道理。 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 他说我们这些人舍命打江山。 但是这个小皇帝只有八岁,他能记得我们吗? 等他长大了,一点记不得我们。 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的事情,记不得了。 倒不如我们现在干脆怎么办呢? 我们干脆立点简做天子。 所以这一帮将领,进军的将领就开始在一块。 酝酿。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韩蓝路。 这一帮将领,进军的将领就开始在一块。 酝酿。 酝酿完了以后。 当然他们想想立这个消息完了以后,他们不能自己干了。 就要去找人,然后就找到谁了,就要向当时管事的人去反映。 但这个消息在没有反映之前,已经有一个官员,这官员我们以后还会讲到,这个官员叫李处云。 李处云是一个管一战管十位的一个官员。 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两个人。 一个是都典捡赵匡印的弟弟,叫赵匡义。 当然后来这个史书中间也叫赵光义。 然后他们两个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赵匡义手下一个最得力的一个文官,叫赵普。 赵普这个人很有名,大家知道半不论语治天下,就这个赵普说的,找到赵普。 因为赵普是规则军的节度使,赵光义手下最得力的一个文官给他说了。 结果他们几个人正在说,这些将领们就拥过来,要提出来,我们要拥立点点做天子。 这事就提出来了,这时候赵光义干什么了? 赵光义喝高了,喝多了,喝多以后再睡觉。 要测他为天子,他在睡觉,他这一夜睡得都可沉。 赵光义在睡觉,他手下的他弟弟,还有赵普,他们就首先对拥到大张龙的这些将领们采取措施了。 那么赵普给这些人怎么说呢? 就两句话,这两句话叫,太为赤忠,必不辱赦。 这两句话说,赵光义这的人是绝对的忠于后中王。 他绝不会同意你们另一篇子,这第一点。 第二点,他醒了,他要知道你们,他不但不同意,而绝不会赦免你们。 所以叫绝不辱赦。 这一说,有一些胆小的,就悄悄地溜了。 剩那些胆大的,还不走。 又到外面,叽叽咕咕咕,过了一阵。 这一拨人又来了。 这一次人这一进来,这个话说的就很绝了。 说我们已经提出来另立天子了,这个话不能收。 而且这个话,另立天子这个话,一旦说出口,后果很严重。 你另立一个皇上,这个事如果做不成,凡是提出这个意见的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 谋逆大罪,说我们那就没有退路了。 所以我们非得这样干不行。 既然事情这样的话,赵普给赵匡议就让步了。 咱们可以这样做。 但这有一条,你们一定要严管你手下的军队,绝对不能够抢劫扫杀。 一定要保证京城的安全。 假如京城不安全,京城已乱,四方的马上就会乱。 那么这一旦乱下来,这个大局不可收拾。 这就叫,一下二劝三同意。 这就商量好了。 商量好以后,这时候赵匡议还在睡觉。 他手下的人就开始忙活了。 第一,派人立即返回开封城。 因为从陈乔义到汴京开封只有四十里地,赶快去安排把赵匡议的家属保护起来。 万一消息走漏了,首先要杀赵匡议的家属,先把家属保护起来。 然后,再通知京城中间赵匡议最铁的两个禁军大将。 一个叫石守信,一个叫王审齐,这两个人都是禁军的高官。 而且是赵匡议的铁哥们。 把亲信安排了,通知了,把家属保护了。 然后,这些人就等着赵匡议醒了。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材料,就两个。 一个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叫司马光。 大家知道这个人,他写过什么呢? 自知通鉴。 司马光还写过一个笔记,叫素水纪文。 他在这个素水纪文中间有记载。 另一个详细记载这件事情呢,就是李涛的续自知通鉴长编。 这个续自知通鉴长编,这个说明太长了。 我这只说这第一遍。 以后我们再见到续自知通鉴长编,我们就按学术界一个最简略的说法,叫长编。 以后我再讲到长编,大家就记住,是指的续自知通鉴长编。 我就不再说那么长了。 素水纪文给长编都有记载。 我们就按素水纪文的记载来说一下。 因为长编给他记载差不多。 说赵匡胤还在睡觉,这一帮人的将领们就围在赵匡胤的大仗的周围, 而且一个一个都把那个刀拔出来,露出来,摆认。 要逼宫的。 然后由赵匡胤的弟弟赵匡胤进去。 这一进去,把赵匡胤惊醒了。 赵匡胤一醒,就出来了。 他一出来看到这个局面,紧跟着就发生两件事。 第一,有人,这人是谁,史书没有记载。 有人就拿着做好的一件皇帝的黄袍,就一下子披在赵匡胤的身上了。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叫黄袍加身。 再一个,所有的将领们的立即就跪下来喊万岁。 等于拥立他了,赵匡胤是坚决拒绝。 史书记载了三个字,叫固拒止。 固,坚决,拒,拒绝。 坚决不当政皇。 但是大家都同意他, 然后把他拥立让马南行回京城去了, 不打仗了,回开封了。 长编的记载跟宿水记文差不多一样。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文献记载都是这么说的。 我问大家,你相信吗? 有一个人躺在睡了一觉,睡醒了,他就背皇帝了。 大家不管信还是不信, 我们暂时挽个扣放着,我也不信。 就这,赵光印又当了皇帝了,回京城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蓝路。 从后洲进军的都典节,到自己当天子, 赵光印的皇帝之路走得迅速又和平。 可以说,他开创了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一个奇迹。 但是对于赵光印来说, 皇友军队的拥戴并不算完胜, 还得争取朝中大臣和天下百姓的认可, 自己才能名正言顺地登基成帝。 而从开封东北方向的陈桥印回到都城便良, 只有短短的二十公里, 这一路,回京的赵光印应该是有了主意。 从他对黄袍加身,到他回到京城, 他做了四件事。 第一,阅法三章。 他说现在后洲的中公帝, 八岁的小皇帝, 还有二十多岁的太后, 那都是我亲自侍奉跪拜的人。 你们要教我当天子, 听我的, 回去以后, 对这个二十多岁的太后, 对这个八岁的皇帝, 谁都不能够凌辱, 更不要说杀了。 做到做不到, 做不到, 我不当, 我不稀罕这个皇帝, 还有人不稀罕皇帝。 第一条, 那将领们马上都答应了。 第二条, 朝政的文武百官都是我的同僚, 我们一块上朝, 现在我当了皇帝了, 所有的文武百官一律不得伤害。 第二条, 第三条, 京城的老百姓无辜者, 不允许任何烧杀抢劫, 就这三条, 如果谁违反这三条中间的一条, 我灭你们的族, 灭你三族, 大家都答应了, 第一件事, 这样, 赵匡印就率领大军, 平平安安的, 从开封的东门进来了, 这件事, 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这件事的最大特点, 叫兵不雪刃, 一个改朝换代, 往往是要死很多人的, 而赵匡印这次的改朝换代, 没有死人, 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执法机关, 没有受到破坏, 文武百官, 没有受到伤害, 京城的百姓, 没有受到烧杀抢劫, 他实际上是搞了一场和平演变, 兵不雪刃, 把朝代给换了, 这是第二件事, 和平进城, 赵匡印进城之前, 他首先派了一个大臣, 去告诉京城的百官, 这一天是哪一天呢? 正月初四, 正月初一, 得到外地入寝的战报, 正月初二, 派了先锋官出去, 正月初三, 赵匡印率大军出征, 正月初四, 黄袍加身,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就当皇帝了, 所以他回来以后, 很从容, 派了一个人, 这个人可是很有名, 这个人叫潘美, 讲到杨家将, 这个潘美就坏透了, 实际上历史上, 潘美绝不是这样一个人, 需要潘美回来, 告诉文武百官, 当潘美回来给文武百官报信的时候, 这个京城怎么办呢? 京城的朝贺还没有结束, 那个小皇帝还坐着呢, 文武百官坐着正在议论大事, 而潘美带回了消息, 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点解赵匡印当天子了, 这一下子京城的这个朝中间, 一下子乱成一锅粥, 特别是决定, 派赵匡印出征的两个宰相, 一个叫王普, 一个叫范直, 这个范直就握着王普的手, 说了几句话, 这几句话很有意思, 这样, 仓促遣将, 入备之罪, 我们得到消息, 匆匆忙忙就派兵, 这是咱俩的罪, 这个长篇下面还记载了这么一个小细节, 找入仆手挤出血, 范直或者王普的手, 找, 古人说的找, 找就是手, 两个人握手的时候, 这个宰相范直的手, 手指头都掐到这个王普的肉里边去, 掐了快出血, 两个宰相握手握了快出血, 这个是掐的对方, 那个被掐的快出血, 而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韩通, 他也是中央进军的一个首领, 他不属于赵匡印的殿前军, 他属于世卫司的一个军官, 这个人叫韩通, 只有他赶快骑马回家, 准备组织军队抵抗, 还没有到家, 就碰见了赵匡印的一个部下, 骑马就追, 这韩通跑到自己家门口, 来不及关门, 后面追的人一刀把他杀了, 唯一的一个抵抗的, 抵抗未遂被杀, 接着妻子儿女全被杀, 只杀了这么一家人, 一个大臣, 其他全都没有杀, 这老百姓, 看着赵黄印的军队, 初三出城了, 正月初四回来了, 而且出城, 纪律严明, 回城, 纪律严明, 什么时候没发生, 这京城的老百姓, 心里就踏实点了, 不那么紧张了, 然后赵黄印就坐在他的都点点的衙门里, 最后一次办公, 停了一会儿, 一帮武士, 压着两个宰相过来了, 就是握手握的, 掐到的肉里面要出血的, 两个宰相, 一个叫范直, 一个叫王璞, 两个人来了, 两个人一来, 因为这两个人是摆官之首啊, 你把军队摆平了, 摆官你能摆平不能, 要想摆平摆官, 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两个当头的摆平了, 所以把这两个宰相扬过来, 赵黄印一见这两个宰相, 就痛哭流涕地说了一番话, 这话说得很有意思, 五寿世宗厚恩, 为六军所获, 一旦至此, 残覆天地, 将若之和, 他说我受周世宗柴荣的重恩, 但是现在被六军绑架了我, 我非常惭愧, 觉得对不起天地, 对不起湘皇, 你们说我该咋办, 这两个宰相下了哆哆哆嗦, 他们会知道怎么办, 两个宰相只跟他打仗, 打了一会儿, 其中有一个宰相比较激定一点, 所以这个宰相叫王璞, 他就是被人家掐得快出血的那一个, 他比较激灵, 他首先跪下来, 口称万岁, 这一跪下来, 把那个宰相来提醒了, 他也赶快跪下来, 口称万岁, 齐了, 两个文官头摆平了, 摆官不用考虑了, 下面要做的事情, 就是登级了, 赵光印做事非常利索, 一天之内, 全部搞完了, 马上赶到宠元殿, 举行善位大典, 要举行善位大典的时候, 突然发现, 没有起草好善位的招书, 招书没有写,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有一个官员, 他的官职是汉林学士, 这个人的名字叫陶谷, 这个陶谷突然把手, 撑到自己的怀里面, 掏出来一个善位招书, 他早写好了, 这个陶谷, 他是怎么写好这个招书, 我们不知道, 史书也没有记载, 反正是正要准备善位的陶谷, 突然间就把善位的招书给拿出来了, 这陶谷怎么知道的, 为什么他能够提前准备好, 都不知道, 都没记载, 反正拿出来, 那就用吧, 就读, 读完以后, 赵光印就把黄袍又穿上了, 他是在睡梦之中被拉出来穿上黄袍, 这黄袍一直穿的, 回到京城的都点检的办公室, 很不情愿的脱下来了, 等到一扇位又很高兴的穿上了, 把黄袍穿上了, 扇位登机完成了, 登机以后, 赵光印做的第一件事, 改元, 改国号了, 不能再用后周显得七年的国号, 改什么国号呢, 改元叫建龙, 这一年, 公元九百六十年, 是后周的显得七年, 也是大宋的建龙元年, 国号都改了, 所以他一天之内, 把所有的事, 全部的手续, 全部办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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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从当时来看, 陈巧兵变只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军事政变了, 在这场改朝换代的大变功中, 后周大臣的不抵抗让人吃惊, 赵光印明明是利用军权除了后周的天下, 为什么后周大臣们, 这和这个时代有关, 这是个什么时代啊, 这个时代是五代十国的一个动乱的时代, 这个时代有几个特点, 这个时代的第一个特点, 叫君臣一决, 这个时代是个君臣之间, 没有什么忠于国君和不忠于国君的问题, 所有的官员都把自己看成打工仔, 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啊, 给那八岁的小皇帝打工可以, 跟着三十四岁的赵光印打工可以, 你看赵光印的办法很好, 官位不变, 待遇不变, 俸禄不变, 那大臣们当然乐意啊, 所以给谁打工不行啊, 第二, 这是一个枪杆子出政权的时代, 五代十国的皇帝不讲血统, 不讲出身, 当时有一个武将说过两句名言, 说什么人可以当皇帝啊, 他这样讲的, 天子宁有种业, 兵强马撞者为之儿, 皇帝难道是有种的吗, 不是, 谁的兵强马撞, 谁就当, 这个话反映了两个问题, 过去的皇帝从刘邦开始都宣传, 天命, 老天上挤杂了, 现在没有天命, 不管他天命不天命, 谁有家伙, 谁就当, 谁的家伙强, 谁就当, 靠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个枪杆子出政权也带来一个麻烦, 这个枪杆子不是永远在一家一姓之中, 他往往呢, 这段时期他掌权, 那段时期他掌权, 所以谁掌权谁当皇帝, 所以五代十国时期啊, 也就那么几十年, 皇帝像走马灯一样的换, 不停地换, 在中国历史上换皇帝换得最快的, 就是五代十国, 只有这一个时代决定了, 一个是君臣一决, 一个是枪杆的出政权, 搞得这个时期的百官, 不在乎谁当皇帝, 那这就留下来了一个问题, 一睡觉, 睡醒了就当皇帝了, 我相信, 凡是少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不信, 那中国这么多人, 怎么睡醒了都不当, 就这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都是你争我夺好不容易, 杀过来杀过去才当的, 赵皇亲睡一觉就当皇帝了, 这里边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怎么样一步一步地走到皇帝之位的, 这实际上是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他34岁当皇帝, 那么他30岁40岁之前, 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请看下集, 黄业召集, 谢谢大家, 从陈巧兵变到皇袍加深居天下, 赵皇业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他的身份改变, 可以说, 赵皇业是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中, 最轻松开国的, 那么从普通乙兵到开国帝王, 赵皇业的帝王大业, 是从哪里起步的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黄丽群独送史第一步, 送太祖第二集, 黄业召集, 从陈巧兵变到黄袍加深居允天下, 赵皇业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他的身份改变, 可以说, 赵皇业是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中, 最轻松开国的, 那么从普通乙兵到开国帝王, 赵皇业的帝王大业, 是从哪里起步的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丽群独送史第一步, 送太祖第二集, 黄业召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宋朝是一个重要的朝代, 他的开国皇帝赵皇印, 也是一位传奇的帝王, 陈巧兵变, 黄袍加深, 兵不血刃, 势不易伺, 这一个个传奇的词汇, 与他精密相连, 而对于这样一位, 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帝王来说, 他的一生, 只有放置在五代末期, 那个大背景下诉说, 才能充分展现赵皇印的文质武功和雄才当日, 也才能看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赵皇印的历史价值, 今天, 河南大学王丽群教授的讲述, 就从五代末宋代初开始,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二集, 黄叶赵姬, 赵皇印是不是有家族背景呢? 我们经常一提到的问题, 一说某一个人发达了, 首先考虑到他有没有家族背景, 他的高祖父在唐朝就做过地方宪令, 他家是卓郡人, 就河北宝定人, 在卓郡做过地方宪令, 他的曾祖父在地方藩镇做过官, 他的祖父做过刺史, 他的父亲做过禁军统帅, 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赵宏英, 赵宏英的父亲有两个特点, 第一就是强悍勇敢, 就是一个非常强势, 很勇敢的一个人, 这是性格特点, 第二,赵宏英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擅长武功, 性格强悍, 又有武功高强的特点, 所以他在那个时代, 赵宏英发展得还算不错, 赵宏英的父亲, 开始是在一个叫威德军戒渡史, 这个王荣的麾下, 做一名军官, 后来得到静王李存旭的赏爱, 李存旭就把他留下来, 作为自己手下的将领, 他在静王李存旭的手下, 一直做到非解指挥时, 就中央禁军的马军统帅, 做了这么一个官, 所以赵宏英的父亲, 对他还是很有影响的, 他父亲确实是在五代时期, 做无官, 他应当是一个官员的官换使家,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就是他的高祖, 曾祖, 祖父, 父亲都做无官, 他是第五代, 那么他父亲对赵宏英有什么样的影响了, 三点, 第一, 他父亲是一个禁军的军人, 所以赵宏英生于军中, 生于军营, 长于军营, 从小五枪使棒, 这样就他在这个动乱的年代, 有可能会抓到枪杆子, 第二个, 赵宏英这个人性格强悍, 深深的影响了赵宏英, 所以赵宏英的性格是坚韧不拔, 第三, 他父亲是有一个工业理想的人, 他父亲不是一个一般的军官, 是有远大理想的一个军官, 这样的话, 赵宏英就在他父亲的军营中间出生了, 所以赵宏英长大以后, 也学他的父亲, 希望出去闯荡江湖, 所以赵宏英一旦成年以后, 就离家出走了, 这一段出走的经历,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赵宏英出走以后, 第一站就来到了福州, 福州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今天湖北的天门, 他跑到湖北的天门, 到了天门, 他找了当时的福州的一个军阀, 这个人叫王彦超, 找到他, 但是王彦超没有重用他, 王彦超怎么办呢, 给点钱, 走吧, 没有看重他, 所以赵宏英心里很不痛快, 当了皇帝以后, 有一次赵宏英宴请大臣, 他就走到当年他第一个投奔的王彦超的跟前, 这王彦超当年没有收留他, 后来赵宏英当了皇帝, 这王彦超称他的部下了, 他敬酒敬到王彦超跟前, 他就说了一番话, 这番话说的很有水平, 他这样说的, 轻囊在福州, 真王一轻, 轻何不纳我, 当年你在福州做官, 我去投奔你, 你为什么不收留我, 这话分量很重啊, 你看见王彦超怎么说, 当时陈疑刺史儿, 少水岂能容神容不, 我当时不过是一个刺史, 这一勺水怎么能容下一个真龙呢, 使臣纳陛下, 陛下安有之一, 假设我当年收留了你, 您还有今天当皇帝的这个份儿吗, 话说的怎么样, 致对, 说的很巧妙, 赵狂印听完, 上大笑而霸, 大笑一声, 哈哈大笑一声, 完了, 赵狂印还记得这件事, 说明这件事对他有刺激, 没刺激早就忘了, 这里边我们能看到什么, 看到王彦超当时不收留他, 确实是看不起他, 看不起他是有道理的, 因为赵狂印只是个年轻人, 你没有证明自己有才华, 谁会收留你呢, 就像我们现在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 到一个公司, 到中石油, 中石化应聘, 应聘总经理, 能要你吗, 肯定不要你, 你跑到中移动, 应聘总经理, 肯定人家不要你, 这很正常, 因为你没有证明自己, 你没有完成这个证明, 这很正常, 王彦超搭得很巧妙, 关键还不在这儿, 在于赵狂印, 有容忍雅亮, 这一点很不容易, 如果你是牙子必报, 你就记住人家的丑了, 我当初投赴你, 你不收留我, 我今天会杀了你, 再让我给你点关, 那就坏了, 这是第一站, 没成功, 第二站, 第一站人家给点钱, 走了, 还算不错, 给点钱, 跑到第二站, 跑到隋州, 就现在湖北隋州, 那个地方的军阀, 叫董宗本, 他倒是赵狂印的父亲, 赵红印的好朋友, 铁哥们, 收留他了, 收留他也很麻烦, 这个董宗本有一个儿子, 他这个儿子有毛病, 他的儿子主要是年少气盛, 叫董宗悔, 叫悔的悔, 这个董宗悔年少气盛, 才华又不入, 赵红印, 两个人经常在一块发生摩擦, 有一次两个人讨论兵法, 讨论兵法的过程中, 最后赵红印说的董宗悔, 李屈慈穹, 李屈慈穹, 说不过人家, 那这很正常, 说不过怎么办, 认输吗, 但是董宗悔怎么办呢, 董宗悔拂袖而去, 大家想一想, 董宗悔为什么拂袖而去, 你这个穷小子来投奔我爹, 我爹收了你也不错了, 你还给我扮难看, 所以他拂袖而去, 他仰仗了不是自己的才华, 他仰仗了是他爹, 赵红印怎么办呢, 赵红印尽管才华远远高于董宗悔, 但是仍在屋檐下, 赵红印最后选择是默默离开, 走了, 第三战, 投奔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郭威, 赵红印投奔郭威, 是赵红印人生的第一个幸运, 这个郭威这个人, 接纳了赵红印, 你知道郭威是谁, 郭威是五代十国后洲的开国之君, 赵红印是谁, 赵红印是北宋的开国之君, 两个开国之君见面了, 不过这时候两个人都还没开国呢, 这时候郭威给谁干呢, 郭威现在还在跟人家打工, 没当皇帝, 他给谁干呢, 他给后汉, 他给后汉来打工, 这个郭威后来, 就得到了后汉国军刘之远的赏识, 后汉的国军叫刘之远, 刘之远能当皇帝, 郭威立了大功, 所以刘之远一当皇帝, 就分郭威做书密副使, 是一个管军士的高官, 郭威一当当朱密副使, 就掌握了进军的权力, 很有权力, 然后这个刘之远有一个毛病, 死得早, 这个刘之远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当了后汉的国军, 没多久他死了, 他的儿子继位了, 儿子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汉隐帝, 汉隐帝即位以后, 封国威做书密使, 加同平章士, 就是既管军权, 又管政权, 就是当了宰相了, 这个加了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士以后, 国威的权力就更大了, 然后国威又是北伐, 又是打齐丹, 立了很大的功, 最后被封了夜渡留守, 这个时候他的职务是宰相监方镇, 全力达到顶峰, 但是人的历史都是这样的, 这个人的悲剧, 往往都是在顶峰时期开始发生的, 所以国威立了那么大的功, 汉隐帝对他不放心了, 功高盖主, 所以汉隐帝就下招要杀国威, 结果被国威识破, 反过来起兵把隐帝给杀了, 夺了后汉的权, 建立了后州, 国威又当皇帝了, 国威当皇帝的过程非常巧妙, 很复杂, 我简单讲一下, 国威首先是知道汉隐帝要杀他, 然后他就带兵去杀到京城, 把汉隐帝杀了, 杀了汉隐帝本来他可以直接做国军的, 他没有做, 他先让太后掌权, 然后立了一个, 这个刘家, 汉隐帝姓刘嘛, 立了刘家的一个徐州刺史, 叫刘宇, 立他来做皇帝, 然后他带兵北伐, 因为要北伐他把军队带走了, 北伐其实是个借口, 然后在北伐的途中, 他没有黄袍加身, 没有来得及做黄袍, 来个黄旗加身, 弄一个黄色的军旗往身上一胚, 披上一个黄色的军旗就当皇帝了, 又把刘宇给杀了, 夺了权, 这个国威给赵匡胤的第一个宝贝, 就是让赵匡胤参与了国威这个政变的全过程, 赵匡胤一边参加军事政变, 一边在旁边的仔细的观察, 仔细的揣摩, 他就懂得了怎么样收买人心, 怎么样聚集人气, 怎么样抓住机遇, 怎么样没有机遇去创造机遇, 怎么样没有困难去制造困难, 怎么样名正言顺, 怎么样按部就班的夺权, 这个全过程, 国威演了一遍, 对赵匡胤来说, 这是人生的一次彩排, 不过这一次他是跑龙套的, 几年以后, 历史又重启演了一遍, 那个时候赵匡胤就是南一号加导演, 这是国威给了赵匡胤第一件宝贝, 怎么样当皇帝, 这是第一个, 国威给他的第二件宝贝就提拔他, 因为国威当了皇帝以后就提拔赵皇印, 赵皇印就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升为官员, 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国威给赵皇印的第三件宝贝, 是他认识了柴荣, 柴荣是谁啊, 柴荣是郭威的内侄, 也是郭威的养子, 国威在夺权的政权过程中间, 汉隐帝把国威在京城开封的家属全杀了, 搞得国威没有儿子, 老婆孩子全杀了, 没有办法, 他就把他的原配, 就是那个柴氏, 他那个内侄, 这个柴荣是为养子, 这个柴荣在中国历史上, 是鼎鼎大名的周世尊, 国威是周太祖, 他是周世尊, 他把他说为养子, 这样也让柴荣给赵皇印认识了, 这是国威, 投奔国威以后, 赵皇印得到国威给他的三件宝贝,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栏目, 郭威结束后韩统治, 登基成立, 建立后洲, 开启后洲的天下, 这件大事, 对于正在郭威帐下的赵皇印来说, 应该是印象极为深刻的, 几年之后, 赵皇印发动陈桥兵变, 建立宋朝的做法, 与郭威这次的兵变如出一辙, 可以说, 郭威是改变赵皇印命运的第一人, 而在郭威之后, 柴荣的出现对赵皇印来说至关重要, 认识柴荣以后, 赵皇印的命运开始起重大变化, 首先是柴荣非常欣赏过赵皇印, 这赵皇印人生的第二个幸运, 第一, 投奔了国威, 第二, 他受到了柴荣的赏识, 这个国威也有一个毛病, 当了三年皇帝死了, 他这一死, 其实这个国威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 当了三年死了, 死了以后就传为给他的养子柴荣, 这个柴荣其实在这之前已经重视赵皇印了, 把赵皇印从一个地方官员, 就是华州的这个副指挥使, 调到京城开封来, 当时柴荣做什么官呢, 柴荣做开封府的开封隐, 这个开封隐可不是轻易给人的官, 这前后做开封隐的有周世宗柴荣, 赵匡荣当了皇帝以后, 他弟弟也做开封隐, 就是做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 这个是一般人做不了的, 金官他从地方官员做到金官, 然后柴荣因为他从金官给他调到禁军, 调到中央禁军去掌军权, 这个可以说, 这个赵匡荣遇见柴荣啊, 他的一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柴荣对他的赏识, 这叫什么呢, 这叫机遇, 人生只有可遇而不可求的才叫机遇, 机遇往往比才干更重要, 人生如果遇到了好的机遇, 往往几年时间就能完成你一生中间的历史性的转折, 赵匡荣遇到柴荣以后, 从华州的副指挥使到京城开封印的马之军使, 然后再到中央禁军, 这三机跳一气合成, 他父亲走了四十年的路, 赵匡荣遇几年就完成了, 这就对赵匡荣来说, 一生是一个重大转折, 郭伟死以后传位给柴荣, 柴荣继位一个月, 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就是齐丹和北汉的国君刘宠联合入侵, 这一仗非打不可, 而且这一仗关系到后州王朝的存亡, 这仗非打不可, 当然北汉要去打柴荣不是没有道理, 人家也是有道理的, 你想想, 国伟怎么当了皇帝, 杀了后汉的皇帝刘之远的他的儿子, 汉尹帝, 杀了他, 你才当了皇帝, 杀了姓刘的姓郭拉当皇帝, 然后来国伟又贾力了徐州刺史, 那个刘渊来做皇帝, 后来又把渊给杀了, 你知道渊分是谁, 刘渊就是后汉的国主刘宠的儿子, 所以这个后汉打后州, 他有两个原因, 第一, 叫夺国之恨, 把姓刘的国家改成姓郭的, 又改成姓柴的, 这是夺国之恨, 再一个, 杀子之后, 所以这个后汉一定要灭后州, 所以这一仗必打, 这一仗就是赵匡印, 奠定他一生的最关键的一仗, 这一仗叫高平之战, 这个高平之战发生的地点在山西, 太行山以西那个山西, 这个高平之战爆发的原因刚才我讲过了, 高平之战爆发的时候, 其实后州的朝廷内部, 矛盾很见绝, 有两派, 一派主张, 亲征, 周世东, 柴草要亲征, 这谁主张的, 柴荣主张的, 另一派, 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最后所讲到的, 在五代做了四代高官的那个老臣冯道, 不主张出兵, 不主张亲征, 冯道不主张亲征也有道理, 第一, 这是敏感期, 老皇帝死的, 新皇帝即位正在政权交结的敏感期, 这个敏感期要皇帝亲征非常危险, 第二, 军心不稳, 禁军的军心不稳, 对柴荣还在观望, 如果万一禁军要倒戈的话, 那么你这个亲征的皇帝就非常危险, 但是柴荣是坚决主张亲征, 就周志冬才征坚决主张亲征, 但周志冬才征的亲征也有他的道理, 第一, 他想通过亲征控制禁军, 如果你坐正后方, 前方发动变化的话, 你边上莫及, 他想控制禁军, 第二, 他有底气, 他提拔了向赵邝印, 向张永德, 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 他的养子当皇帝的, 他的女婿是禁军的首领, 所以有张永德这些人给他做后盾, 这是他有底气, 第三, 他想输权威, 所以他想打, 所以就在两派的争执中, 一派是反对皇帝亲征, 一派是主张皇帝亲征, 在两派的这种争辩之中, 最终决定周志冬亲征, 当然亲征并不顺, 亲征在高平这个地方开始打, 就是今天山西等的高平是开始打, 在打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 柴荣把他的军队分为左陆军, 右陆军和中军三部, 首先出问题的是右陆军, 右陆军的两个进军统帅, 刚和北汉的军队一打仗, 右陆军的统帅带领骑兵就逃了, 一交锋他就逃了, 剩下了几千步兵, 降了右陆军, 逃着逃, 降了降, 右陆军崩盘, 所以说这个仗一开始打, 打得非常不顺, 右陆军崩盘, 在中路的周志冬柴荣就非常危险了, 柴荣当着身边有两个人在保卫他, 一个是赵匡印, 一个是国委的女婿张永德, 这两个人都是进军统帅, 在这个关键时刻, 赵匡印出来说了两段话, 第一段话, 这样说的, 诸位如此, 勿熟何德不至死, 皇上这么危险, 我们怎么能够不去玩命呢, 这第一句话, 第二段话他给张永德说的, 他敌人就靠着他那个气势, 完全可以打败他, 你带领军队, 带领你的弓箭手, 做左路, 我带领军队做右路, 咱们左右加攻, 一定能打败, 然后张永德和赵匡印, 各带两千人, 从左右两路包抄上去, 这个赵匡印是, 一马当先身先士卒, 他手下的士兵是蜂拥而上, 锐不可挡, 后汉的军队大败, 后汉的国军流宠逃跑, 齐单军队不战而退, 然后周世忠就带领他的军队一直打下去, 这一仗, 可以说周世忠的军队取得了完胜, 大获全胜, 在战争中间, 赵匡印的左臂还被这个箭射伤了, 没下火线, 所以这仗打得非常漂亮, 这就是赵匡印起家的最关键的一战, 叫高平之战, 这仗打赢以后, 柴荣第一道命令, 就把右路军逃跑的两个将领和他手下的七十多个将领全部抓起来, 一律斩首, 全杀了, 柴荣这一仗打完以后, 他有两大收获, 第一, 他巩固了后州的政权, 第二, 他在后州的进军中间树立起来自己的威信, 但是比柴荣收获更大的是赵匡印, 赵匡印获得了四大收获, 第一, 威名显赫, 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 他告诉张永德左右包抄, 这一仗打下来, 威名显赫, 把名给打出来了, 这第一个收获, 第二, 他建立了重要的关系, 他这仗怎么打的, 他是给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两个人联手打的, 所以张永德在这一仗之后, 对赵匡印刮目相看, 张永德佩服赵匡印两点, 第一, 是胆, 第二, 是识, 有胆有识, 张永德非常欣赏赵匡印, 所以赵匡印后来一帆风顺, 有张永德的鼎力支持, 这是第二点收获, 第三点, 晋升高级将领, 这一仗打完以后, 赵匡印被任命为, 殿前军的都豫侯, 殿前军的都豫侯, 是晋军的五位高官之一, 虽然排名在第五, 但是已经进入晋军的高级将领行列, 第四, 他获得了一个新的机遇, 赵匡印一下子在高平之战有四大收获, 那么他获得了一个新的机遇是什么呢, 就是周四中觉得, 高平之战之所以打得那么艰难, 是因为右路军首先溃败, 所以周四中柴隆下定决心要整顿禁军, 要整军, 而且他把整军的这个任务交给了赵匡印, 赵匡印就奉赵整军, 这可是个太好的机会了, 因为整军就意味着他可以对禁军做一系列的调整,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目, 高平之战, 赵匡印斩路头脚, 获得了周四中柴隆的赏识, 也奠定了他在后洲军队中的地位, 后世的史学家称, 高平之战是赵匡印召集黄隐的开始, 因为在这里之后, 赵匡印被任命为殿前都于后, 根据后洲的军制, 殿前是指当时的最高统兵机构, 殿前都指挥司, 一般称殿前司, 他与世卫司共同分掌着全国的进军, 那么这一职位对赵匡印来说至关重要,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赵匡印做了什么呢? 请继续收看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二集, 黄叶赵姬 赵匡印怎么整军的? 第一,裁员, 当然这个裁的首先是老弱病残, 当然也不排除反对自己的人也在裁, 裁员, 第二,精选, 赵匡印所在的叫殿前军, 我们知道后洲的军队, 他有一个殿前司, 还有一个侍卫司, 侍卫司的兵力强于殿前司, 所以赵匡印最后整军怎么办呢? 他把侍卫司中间, 军队中间, 那个年富力强, 体魄健壮的那些人, 都出掉殿前司来, 然后天下征召的新兵, 他把那人高马大, 特别能打仗的, 身强力壮的那些, 都冲到他殿前司来, 让他的殿前司的军队, 一下子超过了士卫司, 这是第二点, 精选, 第三, 平衡, 我们三次讲到, 后洲的禁军是两大系统, 一个系统叫殿前司, 一个系统叫士卫司, 过去是士卫司强, 赵匡印是殿前司的禁军的都典检, 殿前司的力量弱, 他经过整顿以后, 殿前司给士卫司旗鼓相当, 他把他所在的整的旗鼓相当, 也把士卫司都换上他信任的人, 因为他整对奉赵整军呢, 所以奉赵整军对赵刚印来说, 收获太大了, 这个收获概括起来是三条, 第一点, 他在禁军中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这一整军, 赵匡印任命了一大批中下级军官, 过去的中下级军官赵黄印都不熟悉, 现在所有的中下级军官的赵黄印亲自任命的, 全部是他的人, 你看我们上一期讲那个陈桥兵变, 那是一批中下级军官闹事的, 这批中下级军官谁任命的, 谁提拔的, 全是人家老赵提拔的, 老赵先把你提拔上来, 然后这帮人再聚到一块, 拥立老赵当皇帝, 你如果没有整军呢, 你控制不了中下级军官呢, 中下级军官, 中下级军官的有两个特点, 一个直接管兵, 第二个人数特别多, 军官阶层是个宝塔尖, 越下级越多, 中级就少, 越高级越少, 进军的高级将领, 殿前45个, 世卫45个, 后州的进军的高级将领只有10个, 而中下级军官是一大批, 而这批军官都是赵黄印在整军中间, 挑的, 选的, 任命的, 提拔的, 那都是他的人, 都是他的人, 这些人也都要跟着老赵, 将来要立点功, 这是第一个收获, 第二, 他平衡了殿前司和世卫司, 这两大进军的势力, 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 不多说了, 第三点, 建立了自己的派系, 整军建立了自己的派系, 而且赵黄印建立自己的派系, 最高明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来, 他是以国家的名义, 以国家的名义整军, 以国家的名义, 建立了自己的一套, 一支人马, 一个班底, 一个团队, 是以国家的名义, 整军过程中间完成的, 这个是最高明的, 如果你私自派人进去, 你跟他拉帮接派, 一个不听你, 再一个你也搞不到一块, 也不明不正, 言不顺, 他是奉照整军, 所以他在国家的名义下, 完成了一个个人实力的扩张, 这一点很高明, 所以整军是赵黄印人生的一个大幸运, 当然整军结束以后, 周世宗要检阅他整军的结果, 检阅的结果, 周世宗柴荣很满意, 非常满意, 进军的面貌大变, 这个时候周世宗脑子里, 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宏图大略, 周世宗柴荣是五代时期的一代明军, 当然这个人很可惜的是死得太早, 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人都是死得太早, 柴荣后来也是死得太早, 你看他死后不到半年, 他的儿子就被赵黄印尘条片面给弄下去了, 死得太早, 但这时候还没有死, 周世宗在完成高平大战和整顿进军之后, 周世宗的下一个目标是统一全国, 周世宗想完成对全国的统一, 所以后周后来进行了一系列的统一之战, 那么在后周的统一之战中间, 赵黄印又立了哪些战功呢? 请看下集, 关剑先生, 谢谢大家。 高平之战, 赵黄印斩露头角, 深得周世宗柴荣的赏识, 从普通义兵一跃成为同兵将领, 而在与周世宗柴荣达天下的过程中, 赵黄印在重要时刻充当了关剑先生的角色, 加快了后周统一天下的步伐, 那么赵黄印都做了什么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三集, 关键现上。 高平之战, 赵黄印斩露头角, 深得周世宗柴荣的赏识, 从普通义兵一跃成为同兵将领, 而在与周世宗柴荣达天下的过程中, 赵黄印在重要时刻充当了关剑先生的角色, 加快了后周统一天下的步伐, 那么赵黄印都做了什么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三集, 关键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过高平之战, 赵黄印奠定了他在后周军队中的地位, 受到周世宗柴荣的赏识, 于是把整军的重任交给了赵黄印。 周世宗柴荣也是五代时期的一代名军, 高平之战后, 他开始实施统一天下的宏伟构架, 当时天下纷乱, 从哪里下手才能完成他统一天下的报复呢? 此时后周的四境唯有北汉、契丹, 西南有后树, 南有南堂等国。 周世宗柴荣将目光盯上了当时最为富庶的南堂。 那么后周对南堂的征法结果如何呢? 在征南堂的过程中, 赵黄敬又立下了哪些起功呢? 河南大学王力群赵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三集, 关键现实。 周世宗在统一天下之前, 他先搞了一次考试。 这个考试,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公务员考试。 这个参加考试的有二十多个人, 级别都是汉林学史诚旨以上的一些文官。 这个汉林学史诚旨是指学试中间资格比较老的。 然后柴隆自己亲自命题乐卷, 他出了两个题。 其中有一个题叫平边策, 平定边地的策略。 但是大多数考生考的结果不好。 这个原因很简单, 两个方面, 第一是考生不知道主考官为什么要考这个, 就不知道领导意图, 所以他答那个题来扣不住领导的意图。 再一个, 有很多考生讲来讲去就讲了六个字, 就是修文德来远人, 说白的就是把我们自己国家治理好, 让其他国家的人受到我们的影响, 最后归顺我们, 想用文质的办法来统一天下。 当然这些文章拿上来以后, 柴隆一个也没看中, 但是在众多的考生中间, 有一篇文章非常吸引柴隆的眼球。 这个考生是彼部郎中王浦, 这个彼部郎中是个什么官呢? 是一个刑部的官员。 这个王浦就提出来, 后诸统一天下的五个步骤。 第一步, 攻占长江以北, 第二步, 夺取长江以南, 第三步, 拿下后蜀, 蜀地, 第四步, 解决北边的旗丹, 最后一步, 解决北汉。 这个王浦的意见, 平边册就写了五步痛一天下的策略。 这个文章让周世宗的眼前一亮, 他非常欣赏这篇文章。 因为这篇文章, 王浦提出来统一天下的策略, 如果我们把它概括成四个字的话, 叫做先南后北, 先打南方, 后打北方, 这么一个统一天下的策略。 那么为什么这个先南后北的策略, 得到了周世宗柴荣的欣赏呢? 这里, 王浦在他的文章中间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后周的南边就是淮河流域, 给长江流域是十国中间最大的一个国家, 叫南唐。 他说南唐这个国家呢, 为什么好打呢? 南唐跟后周的国境县有两千多里长, 这个两千多里长的国境县就决定了南唐防不胜防。 你两千多里, 你在哪个地方住点防守呢? 我们就不时地打他, 打他一处, 就得调动他的人马去增援, 换一个地方再打一处, 他的人马又得来调动增援, 就这样折腾一下子, 南唐本身就受不了, 所以他提出这么一个策略, 周世宗非常欣赏这么一个策略。 这个事情发生在后周显的二年的四月, 就四月举行了考试, 考试完, 周世宗也定下来了先南后北统一天下的大政方针, 就显得二年的十一月, 周世宗正式发动了对南唐的战争, 十一月他派大军, 一直插到淮南, 就是今天安徽的寿县, 当时叫寿州, 打这个寿州, 寿州是南唐在淮河六域的一个军事重镇, 这个寿县自古一来都是个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曾经过去在一个汉武帝那个系列中间, 讲过那个淮南王刘安, 那个淮南王刘安的郭独就在这个寿县, 寿县, 所以到了这个十一月兵发受限以后, 就正式拉开了对南唐的这个战争, 南唐呢是五代十国中间名气最大的一个一国, 南唐一共三代国军, 开国之军叫李辩, 周世东打南唐的那个国军叫李景, 这两个人都不太出名, 这个其实南唐最有名的是他的王国之军, 李渝是最有名的, 我们曾经在讲坛上有其他老师专门讲过李渝, 就是南唐后主李渝, 但这个打仗的时候, 李渝还没有登场, 登场的是南唐宗主李景, 打寿舟, 一开始打了就不顺, 驻守寿舟的首将叫刘仁山, 这个刘仁山这个人呢, 是个非常能打的人, 这一次打是周世东, 他十一月, 这个显得二年十一月派的兵, 到显得三年正月, 他亲自出征, 这是他第一次征南唐, 亲征南唐, 尽管你的后州的皇帝来了, 这个刘仁山守寿舟, 守的是文字不动, 刘仁山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凭你怎么打, 我就是一个办法, 我不出来, 我就固守寿舟, 所以这个寿舟成了城防又很坚固, 所以是打不下来, 这是遇到了第一个麻烦, 守将是个硬骨头, 而且守将采取的打法很特殊, 固守带援, 南唐的援军陆陆陆续续来到了, 一支援军在寿舟的东北方向, 就今天的邦部, 当时叫屠山, 另一支援军是原来寿舟城外的援军退守到渠舟, 渠舟就是安徽的渠县, 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流人善守着寿舟, 这好像是个核心, 外面一圈是后洲的军队, 后洲把寿舟给围住了, 但是南唐的军队又把攻打寿舟的后洲的军队给围住了, 最里头是南唐的, 外面一圈是后洲的, 再外面一圈又是南唐的, 这个局面就不好打了, 这后洲的军队就陷入了两面里外受围的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当时的周世东就觉得这个局面必须把援军打掉, 如果援军不打掉, 伏被受敌, 但是打援军又不能抽掉打寿舟的军队, 你把打寿舟的军队一抽, 那么守将刘仁善一冲出来, 又是一个伏被受敌, 最后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守, 保卫他安全的赵黄英, 赵黄英这个时候已经是殿前军的将领了, 高级将领了, 赵黄英带了少量的禁军, 就是中央政府的军队, 开始破解援军, 打了很漂亮, 他连续打了四个大胜仗, 第一仗他要打屠山, 打屠山的军队怎么打呢? 他先选了一个地点, 就是窝口, 在这个地点埋伏了重兵, 然后派出少量的骑兵, 去攻击屠山的军队, 一打就逃, 然后南唐的军队就追, 一追被引到埋伏圈里面, 然后赵黄英的伏兵四起, 这一下子把南唐屠山的军队给打垮了, 而且这一仗是以少胜多打的, 这就是很有名的窝口大捷, 这第一仗, 打完窝口, 要打寿州的东南方向的另一支军队, 就驻扎在寿村北边, 清流关的唐军, 当时赵黄英的军队很少, 只有几千人, 而这个驻守清流关的南唐的军队有多少呢? 十万, 几千人队十万, 这个账不好打, 赵黄英又是用, 采用什么办法呢? 他让少量部队正面挑战, 他率领他的几千部队的主力, 翻到清流关的山后, 突然之间出现在守军的背后, 两面夹击, 把南唐的军队给打败了, 这就是清流关大捷, 又一个大捷, 这算把南唐形成的反包围给打破了, 这连着打了两个大胜仗。 周世宗统一天下, 攻取淮河流域是他举足轻重的一步, 而寿州又是后州计划进攻南唐的第一重阵, 如果说寿州不攻克, 就会影响整个全局, 而赵黄英的窝口大捷和清流关大捷, 大大改观了寿州的形势, 但是后面的战友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请继续收看,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三集, 关键先生。 那么清流关夺取以后, 下面就是守这个, 这个除州的南唐军队就暴露出来了, 今天出现, 当时的守军将领叫黄浦辉, 黄浦辉也是个很能打的人, 他带着军队就想往城里退, 然后想封锁吊桥, 但是赵匡英行动很快, 迅速的带着部队就冲到城下, 黄浦辉就说这样, 咱们是各位骑主, 你等我把队伍排好阵, 咱们再打, 赵匡英就等着他, 等把南唐的军队排好阵势以后, 赵匡英这一次表现得非常勇敢, 他是抱着马脖子, 把人藏在马的下面, 抱着马脖子冲过去, 而且直指南唐主将黄浦辉, 到那一箭, 击中了黄浦辉的头部, 把黄浦辉给抓了, 受伤了黄浦辉抓了, 把一个副将也抓了, 这样在除舟又打了第三个大胜仗, 这样赵匡英的话就是连续在窝口, 在清流关, 在除舟连续打了三个胜仗, 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 打到这个南唐宗主李景, 觉得就受不了, 就想求和, 求和的办法是说, 我把我这个淮河流域啊, 六个州送给你, 南唐在淮河流域一共有多少呢, 有十四个州, 他准备拿出六个州, 送给周世忠财荣, 两边咱们就这扯平了, 你也别打我了, 你退兵, 我给你六个州, 但这个时候, 周世忠财荣的胃口很大, 他不愿意撤, 他下令继续打, 那么南唐宗主李景, 求和不成, 也挠了, 就让他弟弟做元帅, 带领大军又过来了, 这一次过来, 对赵匡胤是个严重的考验, 这次过来以后, 人家很快把这个后州站的泰州先躲过去, 然后直接要去打扬州, 扬州的后州的首将叫韩令昆, 这也是个进军将领, 但韩令昆看见唐军来的人数多气质汹汹, 这韩令昆就坐不住阵, 想弃城而逃, 当时南唐来了多少援军呢, 两万, 赵匡胤带了多少军队呢, 两千, 所以当时这一仗的话, 赵匡胤打得很难, 就是对方的援军是两万, 他手里的军队只有两千, 所以这个仗很难打, 敌众我管, 这是第一个不利因素, 第二个不利因素呢, 是扬州首将韩令昆不配合, 这个首将就想逃走, 不想打了, 这个自治通鉴, 记载了在这个时候, 赵匡胤下了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这样说的, 太祖皇帝令约, 扬州兵有过, 鹿和者, 哲其足, 鹿和, 这个鹿, 这个字的古音, 读鹿, 一直到今天还读鹿, 鹿和, 当时赵匡胤就驻守鹿和, 这是扬州下属的一个靠近南京了, 这个所以当时赵匡胤下令, 说扬州军队, 如果敢退, 经过咱们的防线, 把他的脚都给我砍下来, 这一下子这个话就传到扬州首将韩令昆的耳朵去了, 韩令昆给赵匡胤两个人是发小, 从小一块长大了, 韩令昆非常了解, 赵匡胤这个人是个狠角色, 他只要说了话, 他一定做得到, 所以一听见赵匡胤下了这么个死命令, 韩令昆就觉得不敢退了, 开始坚守, 但这个时候这个仗还是很难打, 因为对方是两万, 他只有两千, 所以第一天打仗的时候, 会有胜负, 但赵方印很有心机, 他在观察战斗的时候, 他把那个胆小的, 战场上退缩的, 逃跑的那些士兵, 头上戴的, 当时头上的士兵也戴了一个军帽, 史书记得叫做皮利, 利是斗利的利, 皮利的用皮革制的一种军帽, 赵匡胤看见那个逃跑的士兵, 自己骑着马马, 就在那个士兵的帽子上, 用剑划了一下, 做了个记号, 第一天打完仗, 他让所有的士兵都集合起来, 检查帽子, 凡是帽子上有叫剑划了一道的, 通通拉出来, 一共拉出来几十个, 全部处死, 而且说明处死的原因, 处死了几十个胆小, 窃镇的士兵, 第二天再打, 他手下的兵, 这剩下了一千多士兵, 那个就玩命了, 谁都不敢退了, 一下子杀死南唐军队五千多, 本来南唐军队就是两万, 打了第一天, 已经有了损失了, 第二天, 一下子叫赵恒英军队吃掉了五千, 南唐一下就垮了, 赵恒英这一战, 就是非常有名的陆河大街, 所以他连续打了四次关键性的胜仗, 打了南唐, 所有的援军全部被打垮, 所以周世忠第一次争南唐, 没有把寿州拿下来, 但是赵恒英却打了四次大胜仗, 周世忠柴容了, 就留下来的军队继续围困寿州, 然后他本人带着赵恒英, 就回到京城汴京, 就是现在开封去了, 回京了, 回去以后, 周世忠采取了两条措施, 第一, 给赵恒英加官晋级, 高平之战以后, 他成为进军的都豫侯, 进军的这个殿前司的高级军官, 是五级, 这个都豫侯是最底下一级, 就第五级, 这一次经过守征南唐, 他把这个周世忠柴容, 把赵恒英提到什么地方呢, 提到都指挥史, 这个都指挥史是第几级呢, 第三级, 这个都豫侯上面是副都指挥史, 副都指挥史上面是都指挥史, 这赵恒英连升三级, 在都指挥史上面只剩两个台阶了, 就是副都点减给那个都点减, 一下子给他提了三级, 这是做了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训练水军, 这一次打仗, 周世忠就发现自己吃亏了, 吃亏在自己没有水军, 给南唐打仗, 人家是在长江淮河流域, 人家有海军, 他没有水军, 他就觉得这个像一个残疾人, 给一个正常人打架一样, 明白了这个残疾人要吃亏, 所以他就在京城的这个地方开始, 在汴河边上修造船厂, 然后训练水军, 采取了两条措施, 第一次征南唐, 可以说赵鹏定获得了大胜利, 打了四次大胜战, 又实现了三级赵, 从禁军的都里之后, 提升到都指挥使, 但是, 对于周世忠来说, 首征南唐是不成功, 首先, 寿州就没有拿下来, 一心向统一天下的周世忠, 又一次发动南唐, 这一次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请继续收看, 王立军独送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三集, 关键先生。 到了显德四年的正月, 这个寿州已经被围了一年多了, 这个被围在里面的人, 可以说是几乎是弹尽粮绝了, 外面的人也已经觉得围了一年打不下来, 都想撤兵了, 就在这个时候, 周世忠才荣, 第二次征南唐, 二征南唐, 三月份到达寿州, 这第二次了, 这个仗就好打得多了, 这个时候了, 城里的刘仁善虽然很能打, 但是被围了一年了, 一座孤城被围了一年, 几乎吉仰全打光了, 已经是很困难了, 全靠援军, 而这一次赵匡胤主要的任务是打员, 他把沿着淮河流域的南唐的军寨, 一个一个躲下来, 然后一路追杀, 周世忠也追杀, 赵匡胤也追杀, 追了多远呢, 追了二百多里地, 连杀死了戴福瓏的四万多, 几乎把南唐的援军全部给包了饺子, 但这样一来, 把援军全部打完, 刘仁善守城的希望就全垮了, 所以刘仁善听说援军被打垮以后, 刘仁善就不打了, 降了, 一年多以后, 寿州守将刘仁善上表投降了, 但刘仁善投降是两个原因, 第一, 守城勿望, 守城勿望的原因, 是因为援军全部被消灭了, 消灭援军的是赵匡胤, 他援军被打垮了, 第二, 刘仁善自己重病在身, 刘仁善已经得了重病, 这一年多以来, 守城守得这么一个彪悍的将领, 最后病倒了, 所以投降了, 这样, 寿州算是被拿下来了, 寿州城的攻下来, 可以说, 是周世宗, 这个先南后北战略的一个重大胜利, 寿州拿下来, 是南唐在淮河流域的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重镇, 被拿下来, 当然, 寿州拿下来以后不久, 周世宗第二次回到京城, 这就是二征南唐, 还是解决了淮河流域的守军问题, 到了显德四年的十月, 周世宗第三次征南唐, 这一仗是把这个要解决的是整个淮河流域的南唐下渝的一些城池, 这一次赵匡应仍然在关键时刻, 充当了关键先生, 赵匡应随着周世宗亲征, 但这一仗呢, 这个三征南唐的仗就比较好打的, 三征南唐最重要的一仗是在豪州打的, 豪州城外有一个地方叫十八里滩, 就是淮河的一个滩土地, 水是很开阔, 这个南唐事先在他的阵地周围修了木扎栏, 而且他那个军队就是在那个湿地上驻扎的, 他觉得这个很容易防守, 就没有想到这一次周世宗征南唐第三次征南唐的时候, 带来了一种特殊武器, 什么武器呢? 在沙漠里行走的骆驼, 周世宗这次征南唐动用了骆驼, 他让他的士兵骑在骆驼上, 这个骆驼人高马大的, 他腿长, 他不怕你潜水, 所以南这个后洲的军队就是骑着骆驼去冲骑, 赵匡应干脆带着他的骑兵越过这个潜水, 就在十八里滩打了非常大的一仗, 这一仗杀死南唐的军队两千多人, 三征南唐就在十八里滩打了一场恶仗, 这一仗基本上没有遇到更多的抵抗, 就把豪州给拿下来, 豪州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安徽的凤阳, 凤阳是淮河流域的一个军事重镇, 拿下来了豪州, 然后他的大军开始继续中向, 打四周, 四周是今天江苏的虚仪, 虚仪的守将, 一看豪州大军来了, 基本上没有做更多的抵抗, 降了, 不打了, 因为他觉得也打不赢, 就投降了, 然后, 后州的军队就打到了楚州, 楚州就是今天江苏的淮安, 这也是淮河流域的一个军事重镇, 当时是楚州, 从凤阳打到虚仪, 从虚仪打到淮安, 结果楚州也被胜利拿下, 所以第三次征南堂, 可以说打得顺风顺水, 打得非常顺, 到了显德五年的三月, 周世中已经到达了江苏宜征井内的一个重要的地点, 这个地点叫银链镇,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 叫银链镇, 周世中这一次第三次征南堂已经打到银链镇, 打到银链镇以后, 后州在淮河流域, 一共攻下来南堂多少个州来, 十个州, 南堂在淮河流域一共是十四个州, 在周世中柴荣的率领之下, 在赵匡印担任主打的前提之下, 攻下来了十个州, 下于还有四个州, 这四个州怎么办, 是打, 是不打, 最后是南堂宗主李景受不了了, 他觉得这四个州守不住了, 所以这个李景最后就决定怎么办呢, 这个四州我不要了, 他就提出来, 把这四个州献给后州, 我不要了, 我这四个州献给你, 作为一个筹码, 你也别打了, 你退兵, 然后这就等于说, 把淮河流域的十四个州, 你攻下十个, 我再送给你四个, 十四个州全给你,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南堂一直以大唐帝国的继承者自局, 现在好了, 淮河流域的土地失去以后, 这个宗主李景他很软弱, 他软弱到什么程度来, 他主动提出来, 我不称皇帝了, 我把皇帝的地号去掉,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 改正朔, 我原来奉唐朝的正朔, 就是用唐朝的纪念, 他说我现在改成什么来, 我用后州的纪念, 在这种情况下, 周世宗同意两国讲和, 两国讲和, 这个三征南堂啊, 在后州的发展史上, 是个大事件, 这个大事件, 让后州的领土, 后州的国土, 原来就是淮河六亿这一片, 这个黄河六亿这一片, 就是以开封卫中心, 到洛阳就这一片, 中原地区, 这一下子推到哪来, 推到长江一北, 全部占了, 多占了14个州, 60个县, 人口增加了将近1000万人口, 当然了, 今天我们说起来, 一个国家增加1000万人口, 算不了什么, 但是在那个战争年代, 就是在五代十国的战乱时期, 人口锐减的情况下, 1000万人口, 是个非常庞大的数量, 而且呢, 南唐原来是给后州平起平坐, 三政南唐以后, 南唐也不当皇帝了, 也不用他的这个正硕了, 用控州的重硕, 而且成为看着后州的脸色形式的一个腐蜀国, 所以周世忠是个大赢家, 周世忠是个大赢家, 当然, 周世忠赢的所有的东西, 后来都归了赵康英了, 当然这个时候周世忠还不知道, 他是替别人打天下的, 因为赵康英在黄袍加身以后, 就把人家的东西全部接受了, 包括人家的领土, 全部接受了, 因为这个时候, 第三政南唐结束的时候, 已经到了后州显德五年, 第二年周世忠才荣, 三十九岁就去世了, 三政南唐周世忠是打出了一大片国土, 但是这一大片国土, 一年之后, 他已经就死去了, 所以周世忠是个赢家, 但是从历史上看, 他也是个输家, 他所有赢的东西, 最后都归别人了, 那么真正的赢家是谁呢, 三政南唐真正的赢家是赵康英, 赵康英帮助周世忠打下来了怀河六域的十四个州, 他实际上等于替自己打下来了十四个州, 这是一点, 他是赢家的一个理由, 再一个, 他的军节, 在殿前司的进军中间, 他从排名第五, 提升为排名第三, 立他最后, 截替最高军职, 只有那么两小步了, 后来实际上, 这两小步, 他是并坐一步, 一步就跨过去了, 他应当说, 赵康英在周世忠三政南唐, 中间是最大的赢家, 他赢得了, 关节的提升, 也赢得了周世忠对他的信任, 特别是周世忠对他的信任, 给他带了巨大的利益, 因为历史继续发展, 周世忠就要即将离开这个舞台, 继续登上这个舞台的, 那就是赵康英的, 所以周世忠三政南唐, 最大的赢家是赵康英, 三政南唐回来以后, 周世忠当然是威风霸面, 而且这个时候周世忠按照王浦原来那个计划, 先是长江以北, 第二步是长江以南, 那么周世忠还会按照王浦预先的设定, 在拿到长江以北的十四个州以后, 会继续打江南的土地吗, 赵康英在其中又会获得哪些利益呢, 请看下集, 木牌七巧, 谢谢大家, 在赵康英跟随周世忠柴如北征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非常蹊跷的神秘事件, 在一个三尺长的木板上, 竟然出现了点简做天词的流言, 后来赵康英陈桥兵变做了宣词, 于是有人认为这是赵康英所为, 那么历史的真实到底是什么, 接近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四集, 木牌七巧, 在赵康英跟随周世忠柴如北征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非常蹊跷的神秘事件, 在一个三尺长的木板上, 竟然出现了点简做天词的流言, 后来赵康英陈桥兵变做了天词, 于是有人认为这是赵康英所为, 那么历史的真实到底是什么, 接近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四集, 木牌七娇 战宏变成全世界那些途復的一幕, 宋太祖第五集, m э curiousHan组宋史第一部,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三次清争 周世宗取得了统一战争的首战胜利 占领南唐长江以北的14个州的土地 后州的经济实力由此大大增强 公元958年 周世宗柴荣带着征伐南唐的雷雷朔火 满心欢喜地回到了都城大梁 后州对南唐三年多的持续攻防 暂时告一段落 按照周世宗统一天下的计划 下一步就要发兵长江以南 但是回到开封以后 周世宗突然改变了计划 不打长江以南的土地 而要北征打汽南 这是为什么呢 周世宗为什么会突然北征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不送时第一步 送到第四集 沐南继交 我们先说北征 周世宗为什么改变的话 突然之间想到要北征了 这个原因 我把它概括一下 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远因 一个是禁因 远因 就是过去的一些远金 齐丹这个时候占领什么地方呢 齐丹占领的是 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 相当于什么呢 燕就是北京啊 就是北京天津 加上河北跟山西的北部 这一片叫燕云十六州 这一片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这一片恰恰是从战国以来 一直到秦汉 修建长城的地方 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是游牧民族 和农耕民族的分界线 所以这个地方军事位置非常重要 这一块交给了齐丹族 这是个游牧民族 对中原的汉民族 威胁非常大 那这个燕云十六州 怎么会丢的呢 其实丢着十六州的 燕云十六州的丢师 和一个历史人物 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 被称为儿皇帝 就那个石敬堂 和他关系非常密切 这石敬堂本来是 后唐的河东戒度史 但是他后来为了自己称帝 他向齐丹借兵 要求齐丹支援他 然后他称了帝以后 他给齐丹的国主 就定立一个盟约 称为儿皇帝 而且两年以后 把燕云十六州拱手送给了齐丹 这就是燕云十六州 这个老毛病的由来 这个历史问题就这样来的 是因为石敬堂 为了自己当皇帝 而把他出卖了 所以周世宗想把本来属于中原的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夺过来 所以临时改变计划 不在南征 不在南征 要北征 这就是远阴 禁阴是什么 禁阴是齐丹 老给后洲过不去 第一 周世宗柴荣刚刚继位 没有几天 齐丹给北汉联手进攻他 这才有周世宗亲征 打了个高平之战 这一仗 算是把北汉给齐丹打败了 当皇帝没几天 他就两家联手来打 周世宗记住这个事 这是一个 第二件事 高平之战以后 本来 后洲获胜了 齐丹给北汉 应当消停一点了 结果他 这个北汉 这个北汉 给齐丹还是不消停 还不断地去骚扰 不敢搭打了 老是小谷部队的骚扰 周世宗南征的过程中间 齐丹还不断地侵扰边境 所以当周世宗把那个淮河流巨 摆平以后 腾出来手 就要打齐丹 这就是他争齐丹的原因 当然这个北征 周世宗可以说 基本上是一路凯戈 打得非常顺 周世宗没有打一仗 没有损失一兵一卒 等于把河北的北部 基本上都打下来了 基本上打到河北的北部去了 最后打到什么地方呢 周世宗下一个目标 就瞄准了河北的固安 固安离北京已经非常之近了 固安离北京多远了 从天安门向南 从天安门向南50公里 就是固安 固安今天属于谁管呢 廊坊 周世宗宴上群臣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 在这个军事会议上出现了重大分歧 周世宗要继续北京 他手下几乎所有的将领反对 继续北京 那么这些将领说了什么意见呢 很简单 说我们连续北京 非常顺利 一直现在打到固安 再往前走 就是幽州 就是今天的北京了 而幽州北边 是齐单重兵的集结处 就从北京再往北 齐单的重兵集结处 如果再继续前进的话 形势会非常危险 所以众多的将领都主张 不要打了 取了燕南之地 已经是什么了 已经是不适之功 不要再打了 但周世宗坚持继续北京 最后拿下固安的当天 周世宗感到身体非常不舒服 就停止前进了 停止前进 到了五月初八 周世宗的病情加重 他决定南下返回 不在北京了 五月三十号 周世宗回到汴京开封 六月十九号 三十九岁的周世宗 杀手人寰 死了 周世宗从河北往河南 这个撤军的途中 出了一件怪事 这个怪事 在两个史书中间都有记载 一个在旧五代史 一个在宋史 都有记载 旧五代史怎么记载呢 说周世宗这次出征了 所用的东西都是从京城 给他往前线送的 有一天突然间发现地上有一块木板 这木板长有二三尺 这木板上面就写了三个字 叫点简座 什么意思 谁都不明白 这是哪个文献记载呢 后五代史记载的 宋史的记载很详细 很清楚 宋史这样记载 世宗再道 月四方文书 得微囊 中有木三尺鱼 提云点简做天子 一只 什么意思 周世宗在外面处理工人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皮包 皮包一打开 里面有一个三尺多长的一个木板 这木板上写了五个字 叫点简做天子 点简就是 殿前都点简的简称 一只 就周世宗感到非常郁闷 点简做天子 这个东西出现在什么时候了 这个木牌出现在什么时候了 周世宗重病撤军回京的途中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病很重了 他的儿子多大了 七岁 如果传位 只能传给七岁的儿子 但是出来一个木牌 木牌上写了五个字 点简做天子 当时的点简是谁 变前都点简是国威的女婿 是国威的女婿 是国威的女婿 张永德 柴蓉是国威的养子 是她的内职 那么这个东西 小木牌的出现 那等于是个预言 这个事 一般人都觉得 这个事一定会让周世宗 柴龙心里有压力 因为这个点简做天子 关系到这个柴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假如说点简做天子 那柴蓉一蹬腿 那就是人家张永德要做天子了 哪个皇帝面临到这种问题 都会感到有压力 而且在五代的时期 还确实出现 有女婿 后来做上天子的 就出卖燕云十六周的石敬堂 他就是有女婿 后来夺权做了天子的 做了皇帝的 那么这件事 就是一个非常怪的事 五代史 宋史都有记载 假如真有这么一个木牌的话 一定是有人在捣鬼 那么这个捣鬼的人可能是谁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朗 点简做天子的流言 让病榻上的周世宗顿时警觉起来 自己舍命打下的江山 岂能落于他人之手 而当时的都点简是张永德 此人是周世宗的养父波威的女婿 那么这个木牌是不是张永德所为呢 周世宗会如何处理这个事件呢 请继续收看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四集 木牌七交 目前有三种看法 那这个事件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当周世宗看到以后 回到京城 周世宗立即下令免去张永德的殿前都点简的军职 殿前都点简是殿前四金军的一把手 把他撤了 任命了谁呢 任命了三把手 就是都指挥使的赵匡胤 截替都点简 先出现木牌 竟跟着使军队高层的调整 张永德出局 赵匡胤继任 所以在史学界的第一种看法 说这事肯定是老赵干的 那肯定是老赵干的 老赵是最大的受益者 老赵跑不了这个嫌疑 有没有可能性呢 我讲几点看法 我觉得第一不存在必然性 虽然老张撤职了 老赵继任了 但是有一条 在那个木牌出现这个点简做天子 这个趁年出现以后 张永德肯定是死定了 因为点简做天子不能容忍的 那这个现任点简是死定了 要撤 但是撤了张永德 未必就一定是老赵继位 这个不一定 赵匡胤怎么能算得住 免了一把手 我这个三把手就一定会接一把手了 谁能算得那么准的 这是第一个不可能 这个不存在必然性 虽然最后是一把手撤了 三把手截了 但是如果是三把手倒了鬼 那一把手栽下去 三把手未必接 那还有二把手了 还有其他人的可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人家老赵给老张两个人关系特好 就是这个当女婿的 这个张永德 就郭维的女婿 和赵匡胤的关系特别好 好到什么程度 史书有记载有两件事 老赵大婚 赵匡胤大婚 张永德 给他投了一大笔钱 这说明老张给老赵两个人 关系四交特别好 等了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 对这个老张仍然非常好 史书有记载 张永德每一次来 赵匡胤都给他请到后宫去 请他吃饭 而且从来不叫他的名字 都叫他驸马 在国卫做后州的开国之军的时候 他是皇帝的驸马 一直称他为驸马 就他俩关系特别好 所以可能性不大 这是第二个 第三 不符合赵匡胤的性格 赵匡胤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 他做这个木牌事件 闹这种事 可能性不大 因为 你弄这个木牌 你可能把这个一把手 都点减给搞下去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 如果你把张永德干掉 你把张永德干掉了以后 你自己又没有 当上那个一把手 那比张永德当你还麻烦 因为你跟一把手的关系非常好 如果你把现在这个一把手干掉 换上一个新的都点减 和你的关系不好 或者和你的关系一般 那还不如叫张永德继续干了 所以说你说人家 是赵匡胤做的这个活 可能性不大 如果不是老赵干的 还有谁呢 第二个被人们怀疑的 就是国威的外省 国威的外省 李崇晋 为什么李崇晋有可能呢 因为李崇晋 是晋军另一支的最高领导 我们讲过后洲的军制 后洲中央晋军分成两股 一股叫殿前司 一股叫侍卫司 殿前司的最高首领 叫都点减 原来是张永德 那是国威的女婿 另外还有一个侍卫司 侍卫司的最高长官 叫都指挥使 下面管的有马军 有骑兵 还有步兵 叫都指挥使 都指挥使 谁担任的呢 李崇晋 李崇晋是国威的外省 你看 国威当皇帝的时候 中央晋军的两个司令 一个是他的外省 一个是他的女婿 但是国威的外省 和女婿的关系不好 史书有记载 张永德囤下菜 永德每宴将力 多报崇晋断 后成罪为崇晋有监谋 将力无不惊害 永德密浅亲信 诚意上言 世宗不知信 以不介意 这段话说什么呢 这个张永德在 驻兵下菜的时候 每一次召集他的部下 在一块吃饭 纵是截这个李崇晋的短处 总说他的坏话 后来说他 有不轨之谋 这话说得非常重 让他手下的人 感到非常紧张 后来 这个张永德 干脆还派人写了一封告密信 送给周志荣柴荣 告发李崇晋 但是周志荣柴荣 是既不信 也没有理会 把这个信 告密信 扔到外边 没有处理 说明两个人关系不好 两个人关系这么不好 那么张永德后来倒了煤 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小木牌 写到点简做天子 所以很多人推测 这活如果不是老赵干的 那可能又是老李干的 是这个李崇晋 干的这个活 他俩关系不好 你还告过我的状 那么我在关键时刻 给你下个小木牌 给你的官碌碌 这是人们怀疑 他这个活 是李崇晋干的第一个理由 但这话可信不可信的 我觉得这个话也不好讲 因为在我们刚才讲 尹的宋史第484卷的那一段 那一段的话的下面 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这段话 很多人不去引他 但这段话非常重要 二将聚卧重兵 人情亦有孔 崇晋随子授扬 丹记执意永德仗中 命久隐 钦卓为永德乐 武于公结国家废斧 相遇努力 同讲王石 公何以我之身焉 永德一己 二军结安 这段话是密封 说李崇晋一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 李崇晋一个人骑着马 来到张永德的大营中间 叫张永德摆了个酒宴 他两个人在一块喝酒 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国家的飞腑之臣 我们两个人都是握中兵 你要这样猜忌我的话 对国家极其不好 这说过以后 张永德也感到很后悔 两个人从此以后就和解了 这段话就紧隔着我们前面引人的话的后边 都在宋史的同一卷中间记载着了 这段话你可以看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了 看出来李崇晋这个人 他很直 发现你说我的坏话 我直接跑到你的大营中间 说你别说我的坏话 咱俩都长了重兵了 对国家不利 说明李崇晋这个人不是个背后捣鬼 不是一个背后捅刀子的人 所以李崇晋干这种活的可能性不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李崇晋没有作案的时间 这个小木牌出现在什么时间呢 是周世宗走到河北以后 从河北回军到东京的这段途中 这段途中 李崇晋在哪了 李崇晋复曾世宗的命令 去抵挡北汉 北汉派兵来导弹 李崇晋带兵出征了 根本就没有在周世宗的大营中 所以李崇晋他没有作案时间 所以这个木牌 这个蹊跷的木牌 有人怀疑是李崇晋 但是也不可靠 那就剩下来的第三种说法了 第三种说法就是史学家杜撰 写史的人编的 为什么呢 赵匡印光说我睡倒了 然后一醒了黄炮加身了 与他毫无关系了 把自己说的可清白 可连结 没偷人家了 不是我干的 但是存在了太多的疑点 所以史学家就编出来这么一个谎言 用这个点简做天子 用这样一个神秘的事件 来暗示 赵匡印后来当皇帝 是天意 是天意 不是人家老赵干的 这是天意 这是史学家 斗断的 上面三种说法 你们相信哪一种 按照王立群老师的讲解 木牌事件 人们第一怀疑对象就是赵方印 因为在这个事件中 他是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仔细推敲后 却颇有破绽 当时资历威望高于赵方印人 不止张勇德一人 即使罢免张勇德 赵方印也不一定就能替补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王老师立举的三种情况之中 哪一种最有可能呢 请继续收看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四集 木牌七交 我相信第三种 我觉得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 我为什么相信第三种 第一 史源 就史料的来源问题 这个小木牌 在旧五代史的时候 写得很模糊 字只有三个字 叫点简座 到了宋史写了可清楚 叫点简座天子 旧五代史给宋史的成书时间 相差了多长时间呢 三百年 旧五代史是赵匡印的弟弟 太宗 宋太宗时期编成的 北宋的第二个皇帝时期 编了旧五代史 那他成书时间很早 他写得模糊糊就三个字 点简座 宋史什么时候编的 宋史是南宋灭亡以后 到元代初年 元人编的 两宋三百多年的过去了 然后编了一个宋史 三百多年以后 反而更清楚了 你相信吗 按说是越早越清楚 现在反了个了 说越往后越清楚 这就有问题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 周世东不信 我们讲过张永德告李崇敬的状 周世东的不信 像这种小牌牌 出现个小木板 写个点简做天子 就因为这 要免得张永德的军权 不可靠 第三 逻辑上讲不通 逻辑不通 怎么叫逻辑不通 张永德告李崇敬谋反 周世东不信 难道这个小木牌 他就信了吗 这个讲不通 四点 既然写的是点简做天子 那最好办的 我立即把 店前都点简 这个军职 给他撤掉 不设了 行不行 再说 真不行咱改个名字 行不行 你不说了点简做天子吗 我干脆进军 这个店前军的最高长官 我不叫都点简了 我叫司令 改个名字 你点简做天子 我们这儿没点简 那不就行了吗 那为什么 要废了张永德的点简 然后让赵光阴还来做点简 那不还是点简 在哪呢 假如周世东柴荣真信的话 干脆把点简改名 咱不叫点简 我补充这四点 所以我觉得是史学家 史学家在中间 做文章的 不可信 史学家的说法是不可信 但是总得有个解释吧 要解释什么 为什么周世东在自己病危 即将离开人世之前 撤掉了张永德的军权 这个事刚好宋代有一个笔记 宋代是中国刁板印刷的开始 所以宋代传下了大量的笔记 宋代有一个笔记 非常有名 这个书的名字叫《血扫编》 在这部书的上卷 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写得很有意思 这个小故事说 周世东得了重病 在回京的途中 走到檀渊 他不走了 檀渊的位置在哪呢 就是今天河南省东北部的浦阳 走到檀渊 周世东不走了 他有病 他也不接见大臣 他也不走了 结果导致 跟随周世东出征的许多将领 甚至于包括一些宰相 见不到周世东 大家急了 当时唯一能够见到周世东的 就是这个张永德 为什么呢 因为张永德是国威的女婿 他能够见到他 所以这些大臣们就找到张永德 给张永德讲了两点 第一 天下不稳 周世东病重 天下不稳 各地都希望京城闹出个动静来 他们好趁机得力 第二 应对突发 万一有一个突发事件 周世东远在檀渊处理事情非常不方便 应当劝告周世东立即从檀渊撤回东京开封去 不应当继续留住在檀渊 把这个话 这两点理由告诉张永德 张永德因为他是唯一能够见到周世东的人 所以张永德见到周世东就把这个话说给周世东 说完以后 下面的话 我给大家读一读 世东问 谁时辱为此言 永德对弈 群臣之意 结怨为此 世东熟似景之 汉与乐 武故之 武必为人所教 独不欲武义 远观辱之穷薄 勿读档 即日处价 归今时 这段话什么意思 周世东在不见文武百官的情况下 见到了进军都典检张永德 张永德就把大臣的话告诉了周世东 周世东听完以后 就问了他第一句话 就问了他这么一句话 谁教你来这说的 张永德很老实 说大臣们都这样说 我是代表他们来说的 我是反映大臣们的意见的 周世东听完以后 这个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叫俗世久之 世就是世力的世 盯着张永德看了半天 另一个叫俗世久之 思考的思 想了很长时间 叹了一口气 说什么了 他说我本来就知道 你一定是受人指使 你说不出这个话 你说不出这个话 你劝我回经这两条理由 你说不出来 一定是受人指使 你才说的 你太不了解我的意思了 周世东对张永德非常失望 这个失望中间 透露出来周世东的柴荣 对张永德最大的不满 是什么 没有主见 这是一个大毛病 这世界上的有两种人很可怕 一种人叫没有主见 另一种人是主意太大 有的人是主意太大 什么事情都是一意孤行 这叫主意太大 另一种人是没有主见 耳朵根软 别人给他一说 有道理 又应该一说 有道理 这种人就叫没有主见 周世东对张永德非常失望 他觉得张世东 这个张永德太没有主见了 回去以后就把他撤了 因为他知道 一个没有主见的军事主观 长着军权太危险了 他很容易被他左右的人所坐右 被他人所掌握 因为他没有主见 所以要撤他 确少编这本笔记记载这个故事 我觉得可信 可信 这应当是解除张永德军支的最重要的理由 就这个人没有主见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周世东而言 他解除了张永德的军支 但是提高了他的待遇 给了他很高的待遇 但是不管怎么样 张永德把军事主观丢了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赵匡印 赵匡印 在三次征南堂的过程中间 他从殿前独狱猴 提成殿前独指挥使 当张永德被斥责以后 他胜任为进军最高首领 都典检 最大的受益者 是都典检 殿前寺的都典检 赵匡印最后发动政变 当时他的军职 就是都典检 这实际上安排赵匡印 做都典检 是周世东安排后世的 一个重要的一步 是为了保证他七岁的儿子 能够顺顺利利的接班 怎么安排 才能够保证七岁的儿子 能顺利接班呢 请看下集 世宗托古 谢谢大家 周世宗英年早逝 把后周的政权 留给了他七岁的儿子 为了保证政权的延续 周世宗生前进行了精密的安排 但是没想到 周世宗死后第二年 赵黄印尘巧兵变 后周政权就变成了赵颂政权 那么是周世宗的安排有问题 还是另有他因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步 宋太祖第五集 世宗托古 周世宗英年早逝 把后周的政权 留给了他七岁的儿子 为了保证政权的延续 周世宗生前进行了精密的安排 但是没想到 周世宗死后第二年 赵黄印尘巧兵变 后周政权就变成了赵颂政权 那么是周世宗的安排有问题 还是另有他因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步 宋太祖第五集 世宗脱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五代十国时期 后周的皇帝周世宗 可以说是一个有雄心大志的皇帝 他一心想统一天下 南征北伐 然而天不假年 英诚葬事 就在北伐途中 三至九岁的周世宗因病去世 后周的政权 交给了一个七岁的孩子来掌管 为了后周政权的延续 周世宗临终前 曾精心安排 让赵宫印等人作为托夫大臣 辅佐七岁的周公帝 然而第二年 赵宫印就沉巧兵变 狂袍加身 建立大宋王朝 那么周世宗临终前 是如何安排的 为什么他的精心安排 不到一年就被赵宫印打破了呢 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步》 宋太祖第五集 世宗脱孤 周世宗柴荣这个人 他一共有七个儿子 但是他最后立的是个多大的儿子呢 七岁 柴东逊 这个七岁的柴东逊 是在他病危期间年龄最长的儿子 这个就我们今天理解起来 就有点像计划生育了 39岁 去世 最大的儿子才七岁 那你算上这不是32岁才要了孩子吗 这古人哪来这么多个晚红晚玉啊 不是这样的 周世宗前面有三个儿子 但这三个儿子非常不幸 是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间 汉隐帝当年杀郭威的家属的时候 把周世宗柴荣的家属也跟着一块杀了 杀死了他的一个妻子 还杀死了他三个儿子 所以 现在即位这一个柴东逊 实际上是他的第四个儿子 所以这样一来就导致周世宗离开人世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七岁的儿子来继承皇位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 大家会非常明白 如果把一个国家的政权交给一个七岁的少年儿童 你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那不是在和平年代 是在五代十国那个战乱之中 即为半年第二年的春节 赵欢应就陈敲兵变 黄袍加身 把他八岁的儿子干下去了 当然周世宗死的时候 他并没有想到 半年以后会出这个事 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个半月 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一件事 保证他这个财势江山能够继续下去 延续下去 他怎么办呢 第一件事就是立皇后 他立的是谁了 立了一个福皇后 这个福皇后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家族 因为周世宗财荣曾经在几年前立过一个皇后 就是他新立的这个皇后的姐姐 立过一个皇后 但那个皇后立她的时候 那个皇后24岁 立了一个24岁的皇后 但是非常可惜 26岁 他那个福皇后就去世了 去世以后 柴荣一直没有再立皇后 等了三年 在他临死前十天 他又立了那个故去的福皇后的妹妹 做了新的皇后 因为这一个新皇后不是一个一般的家族 这个新皇后 她的父亲叫福燕青 被封为魏王 当时是天雄军的节度使 这个 他这个父亲是一个 这个时期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人物 而且这个福燕青这个人 女儿多得很 我们现在从史书中间记载的 就知道他有六个女儿 他曾经有一个女儿 是柴荣的前任皇后 这又一个女儿 做柴荣的 周世东柴荣的第二任皇后 他将来还有一个女儿 就是他还有一个女儿 嫁给了赵匡胤的弟弟 就是福燕青这个家族 是个很大的一个家族 而且他的位置非常重要 他是天雄军的节度使 天雄军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位置就是河北的南部 河南的北部 而当时的京城在哪呢 京城在今天的开封 是河南的中部 这个地方就是唐代著名的 河硕三镇 河硕三镇就是指的今天的河北 三镇的最北边那个镇 就如龙镇 实际上就是幽竹 以北京为中心的 就是河北的北部 中部又是一个镇 就成德镇 这是河北的中部 河北的南部 跟河南的北部 就是魏伯镇 这个河硕三镇 不得了 这个地方在五代十国 是一个批量生产皇帝的地方 五代十国你出了多少皇帝了 十三任 十三任皇帝 十三任皇帝 其中有六个都出自这个魏伯镇 就是天雄 天雄军这个地方 这一个地方出了六个皇帝 几乎占五代时期的十三个皇帝的一半 所以这是个批发 专门批发皇帝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不得了 所以福燕青在当时 天雄军的戒渡史 而且他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所以周时中在临死之前 办的第一件事是 立福燕青的另一个女儿做他的皇后 他这样做 目的有四个 第一 我立了你的女儿做皇后了 你作为我的岳父大人 你就别伸手来夺皇位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目的 天雄军这个地方 七丹占了幽云十六州以后 天雄军就是中原和七丹交界之处 是一个战争最频繁的地方 如果让福燕青站到了自己一边 福燕青就可以保卫后州的北方 不受侵扰 这是第二个目的 因为福燕青这个人非常会打仗 他打仗太厉害了 齐丹人都害怕他 他曾经打败过齐丹的十万大军 这个宋史的福燕青传有一个记载 记载的很有意思 说齐丹军队只要是军马得了病 就会说什么话呢 说这个齐丹的卫马的士兵 就会对天去祷告 说这个让军马害病的 莫非是那个福王吗 称福燕青是福王 就齐丹军队连马害病 都担心是福燕青在后面倒的鬼 就是他在齐丹那个地方 名气很大 这是第二个目的 第三 福燕青是个集团 福氏集团 他的兄弟 他的儿子 他的侄子是一个大集团 他这个家族很大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集团 所以希望福燕青如果能够辅佐 他这个七岁的儿子 那么对其他的地方逐货来说 就是一个政策 就是一个表率 第四个 让地方集团给中央集团互相牵制 如果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地方集团 来保卫中央 那么中央就安全了 所以周世忠才荣 在他临死前十天 立了一个年轻的二十多岁的皇后 换句话说 十天以后他离开人世的时候 他的最大的儿子 七岁的柴东逊继位的时候 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皇太后 我们第一集都讲过 赵匡应兵变的时候 那个八岁的儿子束手无策 那个二十多岁的皇太后束手无策 他们两个都没有经验 这是第一步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韩兰 周世忠在立福燕青的女儿做皇后 可谓用心良苦 当年周世忠刚即位时 北汉就联合契丹 趁着后周政局不稳 大举男亲 现在周世忠策立皇后 就是想使福燕青忠心耿耿地 为朝廷抵御契契的入侵 福燕青的用病 以及对契丹造成的恐惧力量 能有效地保证北京的安定 威慑撩人 保证后周中央安全 但是尽管地方稳定 七岁的柴宗俊 还是无力承担如此的重任 朝廷内部 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执政集团辅佐他 那么这一点周世忠是怎么安排的呢 周世忠在这方面绞尽脑汁 挑选了三个人 首席辅政大臣 叫范知 范知这个人 有三个特点 第一 性子极 性子极 是个极性子 这个人就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 也不是一个韬光养晦的人 他是个极性子 第二 喜欢当面批评人 古人把这叫做面折 给人家毫不留情面 当面给人家扮得下不来台 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连结 身为高官 为人很连结 周世忠选他 就觉得这个人 他不会形成一个集团 周世忠最害怕的 是形成一个政治集团 把他的儿子的地位给夺了 所以他觉得范知 合适 而且范知了一直担任 宰相的职位 第二个人 是王普 这也是周世忠非常信任的人 因为王普 曾经在周世忠高平之战的亲征问题上 坚决支持周世忠亲征 周世忠继位没几天 就是齐丹和北汉联合要打他 他亲征 当时朝中所有大臣都不支持 只有王普支持他 而且这个人很忠心 就是他的养父 郭威临死之前 把这个王普 升为宰相 升为宰相以后 这个郭威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叫 物无忧意 如果让王普辅佐我的养子 我没有什么忧虑了 非常放心 所以这是他第二个看好的人 王普 这个王普还有一个特点 除了他的忠诚以外 王普在为人上有一个毛病 就这个人吝啬 吝啬 比较抠门 周世忠就考虑过 一个特别抠门的宰相 不会闹大事 都就怕的就是能够仗义 输财的那种宰相 那可麻烦了 他会拿金钱收买一大批人 特别抠门的这种宰相 不要紧 他舍不得花钱去收买政治势力 不至于形成一个集团 所以这个人 第一是忠诚 第二是吝啬 所以周世忠他安排人 他也是动力烦恼 虽然最后他的政权还是丢了 但他还是动力烦恼死了 他知道这个实权实美的人 非常可怕 有明显毛病的人不可怕 你看吝啬 就这一点 就保证他不会形成政治集团 第三个当宰相的 叫魏仁普 魏仁普这个人 他的长相是两个 第一是忠诚 第二是超级记忆力 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好 史书曾经记载过 当年郭威曾经问他 京城军队的人数 还有将领的姓名 要去找花名册 结果魏仁普说不用 魏仁普就凭自己的记忆 把当时有多少军队 有多少将领 姓名是谁 全部说出来 写出来 最后拿着花名册一对 一点不差 记忆力超强 而且这个人很忠诚 这个人还有一点 就是他是从一个刀笔小力 提升过来的 魏仁普这个人 周始终是很信任的 这个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谦谦君子 周始终任命他 就看中了他的君子之风 这是考虑了宰臣 这是一大集团 地方势力是立了一个福皇后 利用福皇后 他的父亲这一帮势力 福氏集团在地方上 给他稳住 守着北边 在中央政府 他搞了一个文人集团 三个重要的文人 这三个人 他认为这三个人 可以帮助他 辅佐他的小儿子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 对顾命宰臣的选择 周始终深思图律 仔细考察 在他所选择的三个文臣中 他们都有安邦定国之才 都是朝廷重臣 也有良好的品性 最重要的是 不会形成自己的政治提款 这样一个顾命宰臣集团 自然会对周始终心 不会动辄亲临幼主 文臣如此安排 那么武将吗 这是关系后州政权 最重要的问题 周始终怎么安排的呢 周始终采取了措施 三条 第一 解除张永德的兵权 这个上一节我们讲过了 最重要的原因 可能是张永德这个人 没有主舰 缺他主舰 如果掌军权无主舰 威胁很大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安排赵匡应 担任店前督点 这是第二步 周始终之所以安排赵匡应 是因为对赵匡应非常信任 他觉得赵匡应是个好干部 值得把自己的七岁的小儿子 托付给他 周宗那时候39岁 赵匡应多大了 赵匡应此时是33岁 第二年发动政变的时候 34岁 他很信任他 第一 能打仗 我们上面讲过高平之战 讲过争南唐 所以他总是关键时刻充当关键线 这个能打 这毫无疑问 再一点 他觉得这个人还有一点就很忠诚 史书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就是争南唐的过程中间 我读一段原文 这样记得 宣祖率兵夜半至城下 船湖开门 太子月父子至亲 启毙王世元 结诞乃得 什么意思 是赵匡应打下除州城以后 他的父亲也是进军将领 经过除州 走到城下 要求赵匡应开门 就是他爹想见见他这个儿子 什么事情也没有 就是当父亲的想见见儿子 结果赵匡应说了两条 第一 父子感情是至亲的 但是 夜间不能开城门 这是亡命 国家大事 所以即使是老爸来了 也不能进 我不能因为你是我老爸 我就让你夜半进城 结果是让他父亲在城外待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 放他父亲进城 父子相见 据说在城外待了一夜 还让他爹 感冒了 得病了 这叫 这叫什么 这叫因公废私 这个事能写到宋史的进去 你可见 这件事情写到赵匡应的传记中间去了 那就说明这个事当时流传很广 周四中财荣肯定是听说了 你看 为了公事 连父子之情 他都要克制 还有一件事 就南唐被打得受不了的时候 南唐 曾经给赵荒印写了一封信 还送了三千两百金 赵荒印截到这个信和白金以后 把信以上交 三千百金整个充功了 上交了 其实是南唐国主使了一个反监计 赵荒印一下就给他化解了 信也交 钱也交 全部充功 不甩你这一套 这事都会传到周世宗柴荣那儿的 周世宗柴荣是一个非常注重小节的人 赵荒印恰恰是在这些小事情上处理的非常得体 所以周世宗很信任他 安排他 解替兵权 解替了最高军权 所以他认为这个人 打仗是身先士卒 办事是功而忘私 哪找这么多好干部 找不来 所以让他掌军权 这是第二步 这还不算 赵荒印只是担任了中央进军 殿前军的最高度点 简直殿前军的司令 还有世卫军 世卫军不给赵荒印管 所以周世宗柴荣此前安排的第三步 是安排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很有名 这个人叫韩通 安排这个韩通做了世卫军的二把手 叫世卫亲兵马步军复督指挥 实际上就是世卫军的二把手 而且韩通这个人 有调兵权 整个京城的军队 他可以调动 韩通有一个毛病 史书记载 通性刚而化毛 言所处物 似微虐 众未知韩成也 成也就是瞪眼 说韩通这个人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性子太刚 缺少谋略 一说话就得罪人 给人一说话就瞪眼 所以得了个绰号 叫韩瞪眼 韩成眼就是韩瞪眼 一弄就瞪眼竹子 整个陈桥兵变唯一被杀的人就是他 只死了一个人 就他被杀了 这个人是周四中临死之前 安排的另外一支禁军系统的 叫世卫司的二把手 他负责调兵 赵匡胤是殿前军的最高的一把手 但是没有调兵权 调兵权在韩通的手里面 特别是京城的军队 周四中这种安排 就安排了地方一派势力 中央的辅政大臣一派势力 加上军队形成了一个三方辅政的格局 他觉得这样一来政权就可以稳固了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这个三方辅政的格局只维持了半年 因为头一年6月19号 周志冬去世 6月20号 他七岁的儿子继位 到第二年 正月初四 赵宏颖发动政变 初五改年号 赵宏颖只用了两天时间 就改朝换代了 在中国历史上 这是最快的一个改朝换代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朗 周世中正是通过对禁军将领的安排 是包括赵宏颖在内的禁军将领相互兼支 很难形成独党一面的军事势力 当中央禁军 宰臣 地方势力 对皇权构不成直接威胁势力 右主的政权就可以稳固了 事实上 这个辅政格局的安排 在周世中去世的半年内 也的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保证了后周江山的暂时稳定 但是 这个仓储安排的格局 是不是就很完美 周世中精心思考的结果 后来怎样会被打破了呢 第一 不均衡 虽然安排了三方 但三方的力量不均衡 我们先说辅政大臣 三个辅政大臣都是文官 文官背后如果没有枪 这文官 别说秀才遇见兵 宰相遇见兵 有理说不清 你也没办法 你是宰相 但是人家是拿着枪了 所以这三方势力的辅政格局中间 首先是文臣宰相 三个文臣宰相 不行 他的势力最弱 他特别是不能制衡另外两派 第二 地方难治中央 福燕青虽然是地方的一派军阀 势力很大 天雄军的节度是 但是地方的军队控制不了中央的军队 无法抗抗 这是第二个弱点 第三个 就是禁军 有世卫司 有殿前司 殿前司是赵光印管住的 世卫司是 韩通这一派人管住了 这两方的势力也不均衡 所以不平衡 三派势力不平衡 就是第一个大弱点 第二个 一破坏 一是不平衡 二是很容易遭到破坏 三派势力怎么会遭到破坏呢 最容易形成破坏的就是人物关系复杂 我们先看中央禁军 这个禁军这个势力怎么会被破坏的 殿前司的一把手是赵光印 二把手叫慕容燕钊 是赵光印最好的朋友 史书有这样记载 这个二把手 殿前司的二把手 慕容燕钊和赵光印两个关系非常好 好到什么时候了 一个是都点点点 一个是复都点点点 赵光印称慕容燕钊是老兄 当了皇帝以后 照样称他为凶 这两个人关系非常铁 殿前司另外还有两个高级军官 一个是石守信 一个是王审奇 这两个人也是赵光印的铁哥们 他们两个给赵光印属于一社石兄弟 关系非常铁 那么这么一来 殿前司 这里边唯独有一个职务 咱们现在搞不清楚 根据文献的记载 现在有一个职务搞不清楚 现在我们知道了 有四个人 都点点点 复都点点 都指挥使 和都玉侯 就这个复都指挥使 有没有是谁 现在文献没有记载 记载的 殿前司进军的 四个高级将领 是一派 他们都属于赵家军 这就很危险了 如果军人的高级军官 结成一派 这个危险性就非常大 那么士卫斯呢 士卫斯虽然给殿前司 是互相制衡的 但士卫斯的一把手 李崇晋这个人 因为刚刚平定了淮南 李崇晋担任淮南戒渡使 不在京城 二把手是韩通 但是韩通这个人是韩成衍 只知道瞪眼睛 遇事没有办法 剩余的 这个士卫斯的 其余的高级军官 给赵黄印 还有两个人 给赵黄印关系非常好 而且给赵氏家族 都有燕亲关系 其中有一个高怀德 这个人 当赵黄印当上皇帝以后 他干脆就娶了赵黄印的妹妹 成了赵黄印的妹夫了 政变之前还没有成亲 政变之后 他成了皇帝的妹夫了 另一位高级将领 有一个女儿 后来就许个赵黄印的 这个他弟弟了 后来他们就结尾亲戚了 那么在政变之前 虽然没有结尾亲戚 但是关系非常密切 你看军队里边 军队里边进军的高级将领 几乎都成了赵氏集团的人 现在我们知道不是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李重进 他是士卫斯的一把手 但他驻守京城之外 另一个是韩通 这个人只会瞪眼 不会办事 所以进军的大权 基本上就落在赵黄印的手里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宰臣集团 并不团结 宰臣集团 宰臣我们讲过 这个宰臣集团 有范志 有王璞 有这些人 特别是范志 受到周世宗的高度信任 但是史书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 周世宗在临死之前 又安排了一个人 做宰相 这个人叫王祝 但是周世宗临死的遗命 没有贯彻之行 王祝最后没有被安排上 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当周世宗病危的时候 他把范志等人招过来 然后给他说了一番话 周世宗临死相这样说 王祝 翻笔故人 朕若不起 当相职 说王祝这个人 是当年我在 我没有继承地位的时候 我的老部下 如果我去世了 要让王祝尽宰相班子 这话说的够明白了 这个文献记载 很清楚 周世宗临终的遗命 就叫王祝尽宰相集团 但这里边只提到 范志 结果范志一出来了就说 王祝这个人整天是在醉乡里边 游 就是王祝尽好喝酒 整天是醉生梦死的 所以 范志 不同意王祝尽来 始终没有安排王祝尽宰相班子 当然 这件事情上说明 范志有私心 如果王祝尽来 可能会分 范志的权 王祝不进来 他是宰相班子中间 最有名的人 而王祝这个人后来的表现 赵黄印篡位以后 王祝表现的并不好 史书还有一段记载 说赵黄印继位以后 有一次举行宴会 王祝也参加皇帝举办的宴会了 然后王祝在宴会上是大声喧哗 完全没有君臣体统 而且不但喊 还当着皇帝和大臣的面 用袖子捂着脸 大哭了一场 谁都明白 王祝哭的是已经过去的周世宗 当着新皇帝 哭那个老皇帝 王祝能做到这一点 可见 第一 他对赵黄印篡正 非常不满 第二 这个人不满意 还有胆量表现出来 赵黄印怎么办呢 赵黄印做了非常巧 这个赵黄印既没有抓他 也没有骂他 找人把他扶出去 喝多了把他扶回去吧 后来就有人叫赵黄印报告 说王祝这个人简直犯了 然后赵黄印就说了这么几句话 太祖月 此酒福也 这是个酒鬼 在世宗幕府 无所宿安 在世宗幕府 无所宿安 就在周世宗活动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样 所以周世宗 绞尽脑子安排的这么一个三方辅证的格局 第一 不均衡 第二 一破坏 很容易被破坏 为什么容易被破坏呢 就是因为人际关系太复杂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 在这么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间 你无论怎么样安排 最后 人会把你的精心的安排 都给你软化了 弱化了 所以最终 周世宗安排的三方辅证的格局 坚持了半年 完了 只坚持了半年就完了 所以陈桥兵变 应当说赵匡印表现得很无奈 很委屈 但是这么个重大的事件 在文献经过了多次修改之后 还是暴露出来了大量的疑问 他真是那么光明正大吗 请看下集 一斗葱生 谢谢大家 公元960年 赵匡印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成为大宋王朝的开国之军 根据史书的记载 在陈桥兵变前 主角赵匡印似乎毫不知情 置身赤脉 一直表现出一副很委屈 很无辜的样子 像是被迫无奈走上地位 那么赵匡印真的无心地位吗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进去关注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六集成 一斗存生 公元960年 赵匡印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成为大宋王朝的开国之军 根据史书的记载 在陈桥兵变前 主角赵匡印似乎毫不知情 置身事外 一直表现出一副很委屈 很无辜的样子 像是被迫无奈走上地位 那么赵匡印真的无心地位吗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建议关注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六集成 一斗存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59年6月 周志忠在病重之中仓处安排了后世 规划了后洲未来的天下 给他年仅七岁的儿子 安排了一个三方辅证的格局 然后无奈地走 在这个辅证格局中 赵匡印成为殿前都典姐 掌管军事大选 第二年的正月初四 陈巧兵叶 赵匡印从后洲的殿前都典姐 就变成了大宋的开国之君 令人最简直 陈巧兵叶 赵匡印到底是完全背露这种方法 还是他准备充分 自编自演的这部贺岁大剧呢 虽然赵匡印本人和宋来的史书里 都再三生成 他是激里糊糊地当上皇帝 但是这次兵变却一斗重生 他更像这次巨谋已久 准备周密的闹剧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诵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六集 一斗重生 我讲一讲 陈巧兵变的八大疑点 第一 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 你想想陈巧兵变是怎么发生的 是大年初一 突然中间传来个消息 北汉给齐丹要入侵 然后宰相范直给王溥仪商量 叫赵黄医出品 然后初二 复读点减 慕容颜昭就出发了 初三 赵黄医就出发了 初四 陈巧兵变就发生 他又回来了 到了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巧义 出去转了一圈 这个给人的感觉不是打仗 好像是拉链 把部队拉出去 链了一下 回来就是皇帝了 初五 改的年号 所有的事情办完了 这里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齐丹给北汉到底有没有在显德七年正月入侵后洲的问题呢 这是个关键 有没有这件事 现在我们一查文献 觉得这个事情非常诡异 我们现在公认的宋史的比较重要可靠的文献 这个记载的有 但是的话呢 也有一些文献记载的没有 到底有没有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先谈 谈这个问题呢 我们这样来谈 这个赵匡应不是出去拉链的一番回来了吗 那入侵的北汉给齐丹的军队怎么办 赵匡应出去是为了对付人家入侵的军队 结果到那睡了一觉 披了个黄袍回来了 那么人家入侵的军队你没有打 那怎么办的那些军队 你看文献怎么记载 宋史卷一 这样说 郑州国土豹 齐丹以北汉军截顿 顿就是逃 郑州的军官报告 齐丹给北汉军队都逃了 没有打他逃了 续自治同建长编 卷一这样记载 郑州言齐丹丹与北汉军截顿去 两个重要的文献 一个宋史 一个长编 都说这个仗没有打 顿去 逃了 顿是逃顿的 这就怪了 气势汹汹的来了 仪仗没有打 任何成果都没有 最后 赵匡胤一批黄袍 他们吓跑了 所以第一个疑问就是 北汉给齐丹 到底有没有入侵 这是个大问题 但是目前大家的看法是两派 一派认为有 一派认为没有 有的人有什么根据 有根据 旧五代史 宋史 续自治通建长编 齐丹国志 这些文献都记载了这次入侵 都记载了 既然都记载了 我们就要考察一下 这几个重要的文献 他们的资料来源是什么 这在学术界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史源 你的史料的根源是从哪来的 我们先说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 是什么时候修的了 北宋初年修的 是宋太祖赵匡应下令修的 你说他怎么写 这是第一个材料 旧五代史 他的记载不可靠 按照赵匡应自己的说法 来修的这个史不可靠 那么宋史给续自治通建长编 依据的是什么 依据的是国史 国史是什么时候修的了 国史是北宋的第三代皇帝 太宗之子 真宗 那个时候修的 那么国史又是依据了什么了 国史依据的是太祖实录 太祖就赵匡应 实录 这个实录呢 就很麻烦了 实录又分旧录和新录 你看怎么会用旧录新录来 因为赵匡应一朝的这个历史 到他弟弟继位以后 改了两次 他割死了 他弟弟继位了 宋太宗继位了 然后把他割那一朝的历史 改了两次 找手下的史官来写 写完以后要送给他 他要审 他还要改 改了两遍 到他儿子又改了一下 叫新录 到他儿子修的时候 那些老人 老的老死的死 过了几十年了 一个当事人都不在了 那不要怎么写怎么写 对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 可靠吗 很难讲 史原有问题 七单国制呢 七单国制南宋编的 但是南宋人编七单国制 是根据旧五代史 通建 续字是通建 是根据这些材料写的 而这些材料 本身就不太可靠了 那么根据这些材料编的七单国制 可靠吗 不可靠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出兵了没有 有人说 这个问题 有问题 那么辽史是怎么记载的了 汉人写的这个历史不可靠了 辽国辽人写的 辽史怎么记载的 辽史可以不忌讳这个事 辽史应当上相对来说比较可靠 因为辽史是 七单人写的 他完全不得考虑 这个赵方印是不是偷人家东西了 他不考虑这个问题 辽史的《慕宗记》记载 在赵方印发动陈桥兵变这段时间 辽国出了一个惊天大案 什么大案呢 王子谋反 先是谋反 然后是被发掘 然后是被平定 然后是下狱来审查 然后是审查结束以后 祭拜天地 祭拜祖宗 要向老天给老祖宗去汇报这个事 忙得一塌糊涂 别说他来出兵打后州了 你给他一块地 叫他来看看 他都说没时间 忙得一塌糊涂 自己还忙不过来了 人家家里出点事 管都没管 辽史根本没有记载 出兵后州的事情 所以后人对这个事情有疑问 那么疑问就判断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有两种看法 一个说 这肯定是边疆谎报军情了 谎报军情了 但是后来一查不对 是从哪来的紧急军情 是郑州 定州 郑州给定州的首将 不是赵光印一派的人 他们不可能配合赵光印 你要发动政变 我就来给你报旗丹入侵 然后你领兵出来 一拉链回去 转一圈 四十里地 现在从开封 到陈敲邑 只有四十里地 那个地方 现在还有一个纪念的 背在那里的了 那么就这么四十里地的 来回就八十里地 你想这么一个场面 根本就没有往北边走 所以人们认为这件事情 不是黄报军情 因为他的首将 给赵光印不是一派的 而且这些首将 在赵光印当了皇帝以后 这些两个首将表现不好 郑州的首将 经常是感念周世宗对他们的恩欲 经常是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哭仙怠的皇帝 你肯定给老赵不一心的 是吧 定州的首将来就更糟糕了 定州好像 首将后来发动歧途谋反的事 所以您说 郑州跟定州谎报军情 不太可能 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 比较精密的逻辑思维 边疆的首将没有谎报军情 不等于说 没有其他人谎报军情 听明白了吧 两个首将不是老赵家一派的人 他们不会配合赵光印的兵变 谎报军情 让赵光印把军队带出来 但是 赵光印有办法从其他途径上闹出一份紧急军情来 这叫什么呢 没有困难 制造困难也要上 你必须制造一个困难 制造一个出兵的机会 把军队拉出来 你在京城里不行 京城调兵权在韩通手里边 世卫斯又给殿前四两方是基本上势均力敌 你的京城不好办 把军队带出来就好办了 怎么带兵了 必须要有人报 你不报 那我找人报 所以 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 齐丹给北汉入侵这件事 是虚造的 虚构的 假的 人家根本没有出兵 赵光印制造了困难 然后在迎难而上 把事情就解决了 是这么回事 那就 跟着就产生了再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要谎报军情 很简单 第一 在京城 殿前司给世卫司兵力相当 他无法发动政变 没有办法 他力量达不到 第二 调军权在韩通手里边 只有外敌入侵 朝廷决定出兵 他才能把军队带出来 一旦军队带出来 就归他控制了 所以 北汉和齐丹的入侵 就这么样应运而生了 所以赵光印也够聪明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奖谈栏 根据王立群老师的分析 关于北汉和契丹的入侵 是赵光印谎报军情 为自己发动政变 创造条件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就连发动政变前的流言 和赵光印的醉酒 都让人生 第二个疑问是兵力部署 这个兵力部署 也有问题 这兵力部署中间 有两个问题 在赵光印发动陈桥兵变之前 头一年 就在显得六年 首先派了一个叫韩令昆的人 这个是 韩令昆的是赵光印的发小 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他是侍卫司的 派他先领兵巡边 就是带领军队到河北去了 因为河北对河南影响太大 韩令昆先领兵走了 等到发动政变的时候 又首先派了 殿前司的副司令二把手 就是这个慕容燕昭 率领先锋部队到河北的真定区 这两个人没有参加陈桥兵变 但这两个人控制了整个的河北 这个兵力部署非常有意思 等到后来论功行赏的时候 这两个没有参加政变的人 得到的是最大的识会 陈桥兵变以后 赵光印当皇帝了 殿前司的杜典检他不当了 让给二把手慕容燕昭当了 世卫司的总指挥 原来是李重进 安排给韩令昆的 是他的从小的发小 一个是他的铁哥们 一个是他的发小 所以你看那个兵力部署中间 他先安排人到河北去 把河北控制住 然后等带军出来的时候 带出来的人是他的一派的人 留在京城把守的还是他一派的人 守京城的王沈骑士手信 都是他的铁哥们 只有一个韩通不是他的人 所以我们看兵力部署也有问题 第三个疑点 流言 陈桥兵变之前出现的两股流言 赵光印还没有出兵 京城中间就传出来一个消息 叫什么呢 出师之遇 测点简为天子 这个我们讲过 满京城都知道 只有宫中不知道 其他人都知道 这个谣言从何来了 等他一出兵 军中又有一个人还观天象 这个人说天上有两个太阳掐件 一个太阳把另一个太阳给制服了 而且说此天命也 这是天命 这些东西到底是偶然出现的 还是一种预谋 怎么会出现这么准确的流言呢 谁在中间造这个舆论的了 这是第三个疑问 第四 醉酒问题 整个陈桥兵变的过程 大概是分这么几步 第一步 将士商议 第二 将士们汇报给当时的都牙役李初云 这是第二步 李初云汇报给赵光印的弟弟 赵光义 李初云给赵光义两个人 汇报给长书记赵普 最后是赵普一锤定音 等赵普定了音 赵普应当去通知 都点减赵光印的 赵光印醉了 不能管事 醉了 史书的原话叫太祖醉卧出不息 赵光印是领兵打仗一辈子的人 非常能打仗 一个能打仗 能争善战的将领 你知道他有多精明 这种会打仗的将领 基本上是一只眼睁着 一只眼闭着睡觉的 他竟然在大战前夜 发动政变 这么一个大事件的前夜 事变的前夜 军中的骚动 他一无所知 流言四起 他毫无觉察 他手下的人 什么都安排妥当了 他还在那 轰昏大睡 这只能说明一点 赵光印 是无心喝醉酒 有心装醉人 而且醉的境界很高 是该醉就醉 该醒就醒 太完美了 让人感觉怎么样 不可惜 如果说赵光印 之前没有遗忘 为什么桃虎当场 会拿出善未招书呢 第五大疑点 黄袍和善未招书 赵光印是第二天早上一醒 等他一醒过来 就发现气氛不对 将士们一拥而上 拿出一件黄袍 稀里哗啦给他穿上了 然后将士们跪下来 就喊万岁 这黄袍 当然我们在今天 大家不太理解 现在你做个黄袍 随便穿 比如说你在家穿 你到外面穿 也没人管你 但是在古代 在帝国制度下 别说黄袍 黄颜色 不允许 老百姓私藏 皇帝要给你黄马褂 那至高无上的荣耀了 马褂才多大一点面积了 比如说你袍子了 所以当年如果 比如说穿黄袍了 你敢藏个黄袍 灭族之罪 赵荒印竟然在事与着中间 突然中间就冒出了个黄袍 大家相信吗 反正我不信 反正我不信 所以后来 名人 有一个叫岳正的名人 写了一首诗 写了特有 只有四句 仓促陈桥事变时 都知不遇孔难辞 黄袍不是寻常物 谁信君中欧 当年黄袍这个东西 在仓促之间 就出现了黄袍 都知道黄袍不是寻常物 谁会相信在中间 就那么拉出来 就有一件黄袍呢 这不可能的事情啊 只有一个答案 预先准备好了 假如说预先准备好了黄袍 那么你再装罪 谁也不相信呢 如果预先准备好黄袍 再去装罪 那只能说明这是惊天阴谋啊 这是黄袍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善未招书 初次发动政变 然后当天就返回 陈桥义立开封四十里地 大军很快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赵黄印就集合文武大臣 要举行善未大典 要举行大典 这个是一件大事情 结果一直等到下午 才把文武百官策凑齐了 凑齐以后突然发现 要举行大典 没有写好周公帝 柴宗逊的善未招书 没有准备好 没有招书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汉林学士成旨逃古 从绣筒里边 一掏 掏出来一个招书 拿起来就念 这个招书来得太诡异了 如果是黄袍来得蹊跷 招书就来得诡异 汉林学士成旨是个官名 这个官就是专门给皇帝 起草招书的 陶古写招书不奇怪 奇怪的是陶古怎么知道 赵黄映这个时候需要招书呢 而且需要的是善未招书呢 只有两点 第一 有人提前给陶古说了 陶古提前把文章写好了 很少有人出口成章 文不加点 这都是鬼话 很难让人相信的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 陶古猜到了 陶古要是猜到了 就是知道要发生政变 知道需要一个善未招书 那这个陶古就太聪明了 这个事 办得虽然很漂亮 但是也让赵黄映很难堪 你看赵黄映 头一天出发的时候 给文武大臣们还是一样的 现在一夜过去了 他成了皇上了 你叫这后周的文武大臣 咋看你赵黄映 而且这个善未招书都准备的这么好 就是赵黄映没有安排 陶古要是想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赵黄映也觉得 有一点恶心自己了 太完美了 让人不可相信 所以史书记载 太祖圣博旨 太祖圣博旨 赵黄映对这个 为自己精心安排善未招书的陶古 非常鄙视 非常鄙视 确实这个人需要鄙视一下 如果不鄙视一下 赵黄映就给他划不清界限 但是鄙视归鄙视 官还是要生的 毕竟陶古来得太及时了 正需要善未招书了 他怀里掏出来就是一个善未招书 这就是第五个大疑点 第六个 这个事变前后 赵匡映的家人反应 也是一个大疑点 据司马光的宿水记文记载 赵匡映大军出发之前 京城里边到处传的一个谣言 我们刚才说过了 就是出军之日 点简做天子 策点简做天子 这个话传的到处都是 最后传的赵鸿映也知道了 赵鸿映当时有点惊慌 然后就跑回家去 给他家里人说 他现在除了宫中 地球人都知道了 外奸汹汹如此 江若之河 外面人都知道了 我怎么办呢 他给他家里人说这个话 结果半路里杀出来一个燕国公主 后来的燕国公主 此人就是赵匡映的妹妹 赵匡映的妹妹正在厨房里边做饭 擀面条的 开发们喜欢吃面条 正在那儿擀面条 听他哥回来这一说 他妹妹面如铁色 这是史书的原话 面如铁色 拿起擀面张 对着赵黄映就是一顿猛锤 边打边骂 下边就是他妹妹骂的原话 大丈夫临大势 可否当自觉胸怀 乃来家间恐怖妇女 何为烟 大丈夫这是大男人 古代把丈夫叫男女 把男人做事 你应当自己心里有个数 你怎么能跑到家里 用这种事来吓在家里的一些 女流之辈子 所以他妹妹要把他 边打边 赵黄映的妹妹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逼他哥都镇定 这是一个 再看赵黄映的母亲 他母亲听说了赵黄映黄袍加身的事以后 有两条文献记载他母亲的反应 一个是东都市列记载的 东都市列是南宋人写的北宋史 这样子 五子苏有大志 今果然 我这个儿子苏来有大志 今天果然的 今天果然这样的了 所以他母亲对他的陈桥兵变 一点不感到惊讶 另外 四马光的宿水记文还有一个记载 给这个版本有点不同 这样说的 我儿平生其他母亲听说他黄映黄袍加身的事以后来 我儿子平生就是很奇特的一个人 人们都说他能够极贵 这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谈笑自若 他老娘对赵黄映的陈桥兵变这个事情 看作是非常正常事情 一点不感到惊讶 这两条记载引发了名人岳正 我们刚才读过岳正的一首诗 岳正又写了一首诗 这诗写得很漂亮 这前两句说的最好 家母素之而有志 他人却到地有心 别人都说皇帝没有这个夺位之心 但是他娘素来知道他有这个志向 这是第六个疑问 这说明赵黄映家里的上侄他母亲 吓到他妹妹 都事先知道老赵早晚在外面要闹出点动静来 都知道 家里人都知道 这就怪了 如果赵黄映像陈桥兵变那么个记载说的那样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他家里他妹妹他娘怎么会表现得如此淡定 这是第六个疑问 第七 韩通被杀 整个陈桥兵变唯一被杀的就是世卫司的那个复读指挥使 韩通他是周世东临死前安排的唯一能够调动京城进军的人 他被杀了 他的调兵非常容易 他得到消息以后立即回去布置 但是没有回到家就被杀了 这就很奇怪了 就奇怪的在于这个韩通怎么那么不幸 史书记载是他回家的途中遇到了这个人 这个人就把他撵着他杀 一追到他家 回家门没关上人家破门就把他杀了 然后紧跟着把他妻子儿女全杀了 这很奇怪 韩通是个武官 这么不经打吗 就一个人追着他打 一个人杀一个人 在冷兵器时代那很不容易的 第二 韩通是最有资格调兵的人 为什么他会这么快的被解决掉 而且成为唯一被杀的人 只有一种解释 早有人盯着他了 他这么一动 那么紧跟着就追杀他 只有这一种可能 那就是说 假如有这种可能的话 那就是兵变的消息传到京城 兵变以后 唯一要关注的人就是韩通 早有人盯着他了 有杀手盯着他了 所以韩通之死是个问题 是个疑问 韩通死了以后 赵方阴很火 就逮着那个杀韩通的一个将领 叫王燕生 逮着他就问了 我不是说过吗 这次不杀人 你为什么把他杀了 就要处理这个王燕生 后来一想 我说过了这次不杀人 所以也不能杀你 王燕生没有被杀 这是第七大疑问 第八大疑点 叫风生水起 早有大志 赵匡印 发动陈桥兵变这个事情 有三个人事先看出来了 有三个人事先看出来了 第一个是又时宜杨辉之 这个人最早看出来 而且告诉了周世中柴隆 原话是 原话是以为尚有人望 不宜贬进兵 说这个人在部队中间 人缘特别好 人缘特别好 就说他很有人望 很有号召力 这个人不应当做进军的最高首领 这个事 周世中没大块事 这是一个人发现的 第二个人叫郑启 郑启这个人也看出来了 他发现赵匡印有人望 就人缘特别好 威望特别高 像这样人缘好 威望高的人 千万不能让他掌军权 特别是不能让他独掌军权 他告诉谁了 他告诉宰相范智了 范智不听 范智不听 这是第二个发现的人 第三个发现的人 是韩通的儿子 唯一被杀的不是韩通吗 韩通叫韩成衍 韩成衍的儿子叫韩伟 他也发现赵匡印不简单 告诉他爹 他爹不听 最后他爹死在陈娇兵面之中 可见 想瞒过天下所有的人不容易 赵黄印的陈娇兵面在史料中间 基本上做到是天意无缝了 但是仍然我后来的研究者 在这些史料中间 仍然发现了八大疑问 还有三个 欲先就知道 就怀疑赵黄印 不应当掌握军权 所以这样以来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既然赵黄印是总策划 总导演 而且是男一号 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和设计成一个毫不知情的角色呢 再一个 赵黄印他弟弟 赵黄印是个不起眼的人 既然总导演 总策划都是他哥 为什么史书中间 现在倒是他表现得很突出 成了一个事件的重要参与者的 这也是读完史书以后 人们不能不产生的疑问 那么这些问题 请看下集 百炼成真 谢谢大家 在陈娇兵变中 尽管赵黄印被塑造成了一个置身事外 毫不知情的角色 但仍然掩盖不了历史的真相 陈娇兵变就是赵黄印及其军事集团 蓄谋已久的一次军事政变 那么赵黄印为什么 非要把自己设计成一个毫不知情 废比无奈的角色呢 在陈娇兵变中 尽管赵黄印被塑造成了一个置身事外 毫不知情的角色 但仍然掩盖不了历史的真相 陈娇兵变就是赵黄印及其军事集团 蓄谋已久的一次军事政变 那么赵黄印为什么 非要把自己设计成一个毫不知情 被逼无奈的角色呢 建议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七集 百炼成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据史书记载 在陈娇兵变中 赵黄印黄袍加身后 面对后桌的宰相王土 范志等人 赵黄印是痛苦流涕 表现出一副很无辜很无奈的样子 一再哭诉自己不是有意谋反 只是被逼无奈 不管赵黄印怎么演示 还是露出了马脚 历史学家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 揭示了陈娇兵变的历史真相 那就是陈娇兵变 是赵黄印及其集团 续谋已久的一次 改朝换代的军事政变 陈娇驿站上 呼号拥戴的士兵和将领们 不过是供赵黄印驱使的一群傀儡 真正的操纵者 指使者正是赵黄印本人 那么既然是这样 陈娇兵变的真相 与史书的记载 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练成的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夫第七集 百炼成真 赵黄印是整个陈娇兵变的 总编剧 总导演 总策划 男一号 但是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毫不知情的人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到史书中间 记述的那个历史 和我们的八点疑问 结识那个历史 差别这么大呢 其实原因就是两点 第一 摆脱道德困境 第二 关乎政权稳定 就这么两点 为什么说要摆脱道德困境呢 赵黄印发动军事兵变 夺了人家的政权 这件事在道德上有两点 赵黄印实在不能忍受 第一点 叫国贼篡政 第二件 叫欺负孤寡 这两点很好明白 你作为后州的殿前都殿前掌握军权的人 把人家小皇帝赶下来 从人家手里边把政权夺过来 这件事 实际上你担负了一个恶名 这个恶名就叫做国贼篡政 赵黄印在现实中间 他做得非常成功 但是赵黄印怕什么呢 怕写下来将来很不光彩 所以我过去在讲吕后那一集 都讲过两句话 叫小人物怕政府 大人物怕历史 大人物现实中间掌握的政权 他为所欲为 他谁都不怕 但是他把史官给他写下来 千古骂名 他受不了 你看当年人叫曹操 挟持汉县地十几年 死活曹操都不篡政 为什么 不想担那个恶名 一旦担上恶名 这个道德困境就解脱不了 那所以赵黄印也是如此 他既想偷人家的 又不想担那个小偷的名 你说这容易吗 他这个恶名还不能叫别人替他担 就这个黑锅他不能让别人背 别人一背成了别人当皇帝了 他不是瞎忙活了吗 所以赵黄印最后想了个办法 他不能背这个黑锅 他也不能找一个人背黑锅 他得找一大帮人背黑锅 这一大帮人就是逼着他 陈桥兵变的那一大帮将领军事 只要是一大帮人 那就好办了 法不至重吗 怪来怪去就怪这一帮 赵黄印的恶名 道德上的困境就解脱了 这就是他 这个之所以要在历史书上做这么一个记载 当然这个怎么会写成这样 我们下面还要讲到 这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 这件事 如果你要不把它弄清楚 你还关乎到国家政权巩固 赵匡印夺权的本身已经动摇了 破坏了能够证明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你这个政权有合法性吗 你是偷人家来 你对政权来路不明 他这是个大麻烦 他以后要巩固政权 他想把这一个政权巩固成 不像五代十国走马灯一样的 他这一个是个大麻烦 所以赵匡印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一个字能帮他 因为这个中国汉字非常丰富 在中国最常用的几万个汉字中间 有一个字可以解脱他的困境 叫洗 把自己洗干净 这个洗这个字我们见得太多了 洗脸 洗碗 洗衣 洗脑 洗钱 都是洗 所有的洗就两个目的 第一 除去污垢 脏了吗 洗一下不就漂白了吗 第二 便来路不明 为明正言顺 你看我们又反洗钱法 为什么要洗钱 把来路不明的钱变成合法收入 这就叫洗钱 所以银行要堵住这个洗钱的 赵匡印也懂得洗 你别看他一千多年的人 脑子想得挺周到的 他也得洗 因为他确实在这个中间 有不良记录 他就得洗 怎么洗了 三招 政变之前 庄不知 置身是外 政变之中 庄无辜 被逼无奈 政变之后 庄正统 天命所归 不是我要当 是他们的帮家伙 想付贵 硬把我给推上去了 你看 这不就给自己洗清楚了 所以 赵光印怎么三洗两不洗 好了 我们今天看宋史 看叙字之通鉴长编 再也看不到赵光印的阴谋了 怎么策划的 我们上面八点分析 上一节的八点分析 全部是分析 我们没有史料 史料上哪去了 洗掉了 所以洗很有学问 洗很厉害 但是 有一点 我们上一节的八点一会 说明一点 再洗 也会留下痕迹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蓝 赵光印之所以 对代州事件中的关键场景 遮遮掩掩掩 说到底 还是拘泥于儒家的正统思想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这个社会的秩序 必须稳固好 乱臣贼子 人人 人人 得而租植 自然为儒家正统思想 所顾持 而欺负孤儿广妇 也是一大恶魔 赵光印 从年幼的娃娃 和毫无政治经验的广妇手中 抢了后桌的政权 犯了一大忌讳 一个大男人 欺负孩子和广妇 想小孩和女人的东西 自己也觉得太不光彩 太不地道 所以必须想办法 洗清自己 在陈桥兵变 黄袍家身中的不良表现 但是和赵光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赵光印的弟弟赵光印 在陈桥兵变中的表现 却积极主动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请继续收看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七集 百炼成真 赵光印在陈桥兵变中间 表现得很积极 他哥俩表现得完全相反 他哥哥是极其被动 他弟弟是极其积极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史书记载 赵光印他在里边唱会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赵光印是在开保九年 就是公元九百七十六年的时候 赵光印非常神秘的死掉了 赵光印一生有两大谜 怎么当上皇帝的 我们用了好几集把它讲清楚了 还有一个他怎么死的千古之谜 他九六零年 当上皇帝 九七六年 他非常神秘的死亡了 他已死 他弟弟当皇帝了 下一个系列 就会讲照他的弟弟赵光印 我们这个系列还讲不到他 先讲他哥 但是他弟弟已经唱会进来了 陈朝兵院表现的那么积极 符合实际吗 公元九七六年 宋太祖赵光印突然死亡以后 听了两年 他弟弟就是宋太宗赵光印 就下令要编 他哥哥这一朝的历史 中国古代把一个朝代的历史叫石路 实事求是的实际路的路 叫石路 要修石路 然后就找了当时的一个汉林学士 非常有名 这个人叫李房 李房在中国历史上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问家 找了李房等人去编太祖石路 这个第一次编的石路 在史学界有个名称 叫旧路 新旧的旧 但是编这个东西 第一个绕不开的就是陈巧并变 咋写 偷人家的还不能写是偷的 所以李房这些人 绞尽脑汁去写 但这很不好写 你要想把事实掩盖掉 然后重新写一下 确实不好写 写完了 这个史官们绞尽脑汁去写 写完了以后 送给当时的皇帝赵匡义 送太祖赵匡义 赵匡义看不满意 不满意 所以在重化五年修国史的时候 赵匡义就给史官们 就是给当时的宰相 因为修史都是宰相 领贤修史 给宰相们说了一番话 这个话这样说 太祖朝事 耳目相接 今十路中颇有路略 可及史官重转 他说太祖朝的事 离现在这么近 怎么记载的缺这么多 重修 这我们知道 为什么缺那么多 那缺了都是不敢写上的东西 他不敢写的就得缺 缺了么对 写上你的史官就要担责任 然后赵匡义就讲了一番冠名堂皇的话 这番话的实质是说 你看当年曹梦德夺东汉的政权 司马仪夺曹魏的政权 那都是经过几十年的阴谋 一步一步的去夺权 可是我哥哥是怎么样 我哥哥是权力的忠于后州政权 最后他登上皇帝的宝座 不是他的本意 他是被逼的 所以你们得重新写 把这一段给他写清楚 当然写的目的就是为他哥哥证明 当然为他哥哥证明 也就是证明大宋王朝的合法 所以这件事 到了李涛写自治通鉴 续自治通鉴长编的时候 李涛既看到了旧路 又看到了宋真宗朝编的新路 这个旧路跟新路记载来不一样 所以李涛在写的时候 后来在写续自治通鉴长编的时候 他看到两个材料不一样 他就非常认真地加了一段小注释 小注释非常有意思 这道注释这样说 旧路进嫖窃都城 石太祖自行阅术 出武那说者 金从新路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指一个情节 就是陈桥兵变的时候 是宋太宗赵匡义拦着他哥哥赵匡义的马 说咱们到了京城 千万不能烧杀抢掠 千万不能 所以赵匡义就同意了 但是北宋写叙字通鉴长编的李涛 看了旧路 看了新路以后 他做了个比较 他说什么 旧路上写了很清楚 禁止烧杀抢劫这个话 是赵匡义本人说的 不是的弟弟赵匡义说的 旧路不存在了 但是李涛这个小柱特别重要 他透露了一个信息 禁止烧杀抢劫的事 是赵匡义本人的命令 给他弟弟毫无关系 但是李涛还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写的是按照新路来写 新路那就是赵匡义在那拦着马 禁见了 这就说明你看这个历史实在起变化 这个旧路的编写 到了赵匡义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宋真宗继位了 宋真宗继位以后 首先修他爹的那段历史 这叫太宗实录 宋太宗 这个修了非常快 很快就修成了 谁在那主要修转着了 一个姓钱的人 叫钱若水 这名字好 钱若水 他领先修转了 修完以后 宋真宗很满意 宋真宗说 你既然把我爹太宗实录写得这么好 那么我交给你个任务 你把太祖实录给我重修一下 钱若水 一说叫他修太祖实录 坚决不敢 最后宋真宗逼得他敢 他最后没办法写了 写完以后 宋真宗看了很满意 宋真宗就把这个修太祖实录这些人 全部给了赏赐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事 有一个修史的史官 这个人叫李汉 是个很耿直的人 李汉是坚决不接受赏赐 我不要 一个钱若水 死活不接这个活 一个李汉 攻城之后死活不受赏 很有意思 一个不干 一个不接受赏赐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新修的太祖实录 一定讲了一些违背历史 魅良心的话 所以那些耿直的人 我说了那么多瞎话 我不接受你的赏赐 就那死活没有药 李汉死活没有药 当然其他人都受了 钱若水也算受了 钱若水原来是死活不接 这说明太祖朝的实录 到了真宗朝 重新修了 修了以后停了几年 宋真宗觉得不满意 又找人重修 到了大宗降服九年 又一次重修 经过两次重修 这个记录 我们才叫做新路 所以在宋史学界 关于宋太祖赵匡印的历史 有两个书 一个叫旧路 一个叫新路 两个的名称都叫做太祖实路 但是一个旧的 一个是新的 一个是太宗朝修好的 一个是真宗朝修好的 真宗朝改了两次 算改好了 这说明真宗朝修的 新修的太祖实录不可靠 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 陈娇兵变差别那么大 就是经过宋太宗 和他的儿子宋真宗 两次重修 两次重修以后 面目全非了 还有一个能够说明面目全非的 是什么了 是宋史 宋史是一写了 宋史是南宋灭亡以后 元代人修的 元朝人修宋史的时候 不再考虑宋朝的问题了 因为宋朝已经被灭了 所以元人修宋史的时候 就毫无顾忌了 元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 他在写宋史的时候 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宋太祖实录 旧有两本 这段话很长 意思很明白 说当年修那个宋史 是为了迎合皇帝的意思 增加了一些原来没有的事 元人写的话 应当可信 因为元人不再怕 宋朝的皇帝了 宋朝已经被推翻了 这里边提到了一个 很有名的文学家 叫王于称 这个人就比较直 他不领会领导意图 领导的意图 叫他写太祖 这个太祖实录的时候 叫他把太祖那些污点给盖住 结果他丙比直树 所以皇帝不满意 把他贬到黄州去做直周了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 他在写那个书中间 说了就更奇特了 王于称是当年编太祖实录的人 但是他没有按照宋真宗的意思去编 没有按照皇帝的意思去编 所以把他贬官贬走了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 写了更奇特 当然这是个孤正 孤正没有 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怎么说的呢 说当年陈桥兵变的时候 赵匡印的弟弟赵匡义 根本就不在陈桥 根本就不在 这麻烦就大了 更不用说了拦住马去觐见的 他根本就不在场 他在哪 他在京城里面 听说的哥哥政变成功回来了 他赶快从他家里跑出来迎接他哥哥 但我们现在不知道王于成这个话是不是可靠 如果王于成这个话可靠的话 那么宋太宗赵匡义就一点功劳都没有了 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人 就是这个赵匡义 他干嘛 把自己编的这个和他儿子编的史中间 把自己写得那么积极 很明显 为了自己当皇帝 合法性 找根据 我哥哥的事 还能没有我吗 肯定有我一份啊 所以我哥哥死了 我该当皇帝啊 在陈桥兵变中 赵匡义的积极主动 目的就是提高他在大宋建国过程中的地位 把他塑造成为主要策划者 重要措施出台都与他密切关联 所以烘托他的高大形象 由此证明他后来继承皇位是应该的 为此 时官逢迎圣意大动手脚 经过太宗真宗父子两代的不懈努力 赵光义在陈桥兵变中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 成为陈桥兵变成功的重要功臣 而除赵光义之外 还有一个人 他在陈桥兵变中的表现也很反常 此人就是赵普 赵普又是怎么回事呢 请继续收看王力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七集 百炼成真 赵普也是个很奇怪的人 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重要的一部史料 去自治通建长边中间 赵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 赵匡义一直是喝醉酒在睡觉 一直在那忙活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 另一个就是赵普 赵普好忙活了 而且他的名字排在赵光义的前面 赵普有那么回事吗 宋史记载陈桥兵变的时候 赵普的事只记载了一件事 就赵普进帐 向赵光义说明陈桥兵变的事 其他没有记载 而叙字的同间 长边写了很多赵普的活动 当然长边的编者很有意思 长边的编者 又加了一段小注 在史料的下面加了一段小注 加了段小注很长 我不读了 这个小注说 赵普写过一本书 叫《飞龙记》 这个龙怎么飞上去的 《飞龙记》 很明显 写陈桥兵变的 《飞龙记》 他说《飞龙记》这个书中间写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叫李处云 他参加了陈桥兵变 但是 续字之通鉴长边的作者 李涛考察了所有的史料以后 证明李处云没有参与那么多的事 把李处云的名字给划掉了 李涛加这个小注 他的重要性就在于那么一点 赵普说谎了 赵普写了《飞龙记》 但是赵普说谎了 那就是赵普没有那么大的贡献 我们刚才讲了赵光义 赵匡义也在说谎 赵普也在说谎 赵匡义说谎是为自己将来当皇帝提供合法性 赵普说谎是为什么呢 他是个臣子 脸上贴金 为了自己证明自己有功劳 要贴金 所以这样一来 那么这个陈桥兵变的事 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两个问题 现在就明白了 赵匡义是一场政变 这场政变 赵匡义把自己装的那么 那么一个样子 实际上是为了摆脱政治困境 为了顾自己巩固政权 他完全是一个阴谋 不是阳谋 第二个 赵匡义写的那么积极 不符合历史事实 有的书甚至说他就没有参加 他即使参加了 那个蓝马叩见的事 也是他哥做的 不是他 为什么要写成自己 为自己争取合法性 赵普参与了 但是赵普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赵普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自己证明自己有功 陈桥兵变的三个主角 赵匡义 太祖 赵匡义 太宗 加上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 三个人都在撒谎 三个人都在撒谎 但是这个谎怎么会变成今天的东西 我们过去讲过一句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话 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的历史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 谎言重复一千次 也会成为真理 陈桥兵变 就是在三位说谎者不断的重复之中 变成了史书中的记载的模样 赵匡义的极度被动 赵匡义积极主动 其实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切除他们道德上的困境 制造顺天应人的人均气象 但是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 不管是掩饰还是粉饰 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 公元960年的正月 大宋取代了后周 所以说陈桥兵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请继续收看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七集 百炼成真 陈桥兵变是中华文明历史上的一次成功 这个成功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历史选择了赵匡义 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因为他最称职 第二 陈桥兵变的收益不可估量 陈桥兵变的收益太大了 概括起来三句话 第一 过程短 你看赵匡义从领兵出征 正月初四出现黄袍加身 立即就回来了 正月初五他改元建龙 春桥兵变 这个兵变就完成了 这过程非常短 短到什么程度来 就从今天的开封 走到开封的东北 走了四十里地 带大部队搞了一次拉链 回来就成功了 可以说是时间过程最短的一次夺权 过程短 第二 开支小 没花多少钱呢 花的钱 只要政府花钱 花的都是老百姓的钱 政府不花钱 就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一次历史的转变 太值得了 你知道改朝换代一次要耗费多少人的生命 要耗费多少国家的财力 而这一次几天的时间做得这么漂亮 几乎没有杀人 所以他的过程之短 开支之小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前五古人后五来者的 第三 收益高 一下子把五代十国的乱局给终结了 赵黄印当了皇帝以后 我们下面会讲到 他逐步把各地的格局政权全部统一起来 建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宋王朝 应当说 在中国历史上 从安史之短以后 中晚唐就陷入那一段 加上五代十国 皇帝像走马灯一样的换 换一次就杀一次 换一次就杀一次 受了多少苦 赵黄印把他结束了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第三 陈桥兵变 也为宋代政治文化 走向文明化和理性化 扑行了道路 这非常不简单 历朝的政变都充满了血腥 是以生命和巨大的财产损失为代价 唯独赵黄印 陈桥兵变虽然也属于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但是这一次枪杆里出政权 和其他的枪杆子出政权相比较起来 几乎没有死人 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这句话我们不陌生 但是我们想到这个话 一提到枪杆子 大家就想到会流血牺牲 但是赵黄印的枪杆子出政权 没有 几乎没有死 这叫什么 这叫 士不义士 兵不血刃 即是照样在摆 兵器没有沾染上百姓 五股百姓的喧血 一进开封城 赵黄印就让士兵们回兵营里去了 回到兵营里面就不准出来 不准去烧杀抢掠 他终止了五代十国政权更迭 五代十国的政权更迭 有四个字来概括 叫以暴以暴 我用一次的暴乱 代替另一次的暴政 我用一次暴政代替另一次暴政 赵黄印把这个一暴一暴彻底给终结了 在中国政治史上 他体现了文明 这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陈桥兵变的背后凝结着的是理性 人道和文明 所以陈桥兵变 使整个宋代的政治生活充满了理性文明和人道 因为这个局开得好 这个国开得好 开局就是一个体现文明人道理性的一个开局 第四 陈桥兵变为加强中央继权提供了可能 古代社会的政权有一个特点 一旦中央继权强化了 这国家就稳定了 一旦中央继权削弱了 这国家就乱了 就分裂了 赵光阴为什么能够把陈桥兵变做得这么漂亮呢 他怎么准备的 他怎么策划的 他怎么实时的 这一套东西我们现在全看不到了 非常遗憾 但是可以说他从策划到实时 可以说做的叫天衣无缝 不露任何痕迹 几乎不杀一个人 就这么和平的把政权夺过来了 所以后来想搞政变的人 一看老赵干得这么漂亮 不敢再干了 我们用一个很文雅的词语来说 叫什么呢 叫望风西心 山风的风 一看着山风这么高 算了 我也别爬了 老赵家已经玩到这种程度了 谁能玩玩人家老赵 不可能了 所以赵匡印才能有机会 把各地军阀的权力逐步的削弱 造成一个强大的集中的中央集权 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 陈敲兵变的收益非常之大 当然赵匡印在成功之后 还会遇到很多麻烦 比如说 比如说老皇帝怎么办 你把人家八岁的小皇帝的权夺了 老皇帝怎么办 政权的合法性怎么办 各地那些军阀 愿意俯首称臣吗 还有那些拥戴你 发动政变的那些交兵汉将 你怎么处处理 还有一系列的问题 政变的成功 只是赵匡印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下面的事路还长着了 赵匡印该怎么处理 这么多开国以来的复杂的事情呢 请看下集 开国大事 谢谢大家 赵匡印通过陈巧兵变 建立了大宋王朝 不管他独得政权是否正大 历史还是选择了他 那么登上地位的赵匡印 会如何处理后州的皇室 如何处理后州的大臣 他会像历史上其他皇帝那样 把他们赶尽杀绝吗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步 宋太宿第八集 开国大事 赵匡印通过陈巧兵变 建立了大宋王朝 不管他独得政权是否正大 历史还是选择了他 那么登上地位的赵匡印 会如何处理后州的皇室 如何处理后州的大臣 他会像历史上其他皇帝那样 把他们赶尽杀绝吗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步 宋太宿第八集 开国大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960年 在中国历史上是两个王朝的分水岭 这一年 后州的殿前都典姐赵匡印 顺利地进行了角色的转换 定国号宋 改元建龙 大赦天下 后州的贤德七年 成了大宋的建龙元年 建龙的意思 就是建立一个兴旺发达的王朝 赵鸿印不希望自己的王朝 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但是 对于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宋王朝 百事殆心 有很多问题摆在了赵鸿印的面前 他将如何处理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步 宋太宿第八集 开国大事 赵鸿印一共做了五件大事 第一 叫后代废帝 你把人家周世忠财荣的儿子 财宗迅 八岁 小孩 低流下来了 你当皇帝了 他怎么办 八岁小孩怎么办 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 后周的所有的大臣都在看着你 对废掉的前代皇帝 你怎么处理 赵鸿印采取了两条措施 第一 封王封后 封柴宗迅为正王 封 他的皇后 就是周世忠柴荣临死前 娶的那个二十多岁那个皇后 为太后 封了一个正王 封了一个太后 然后让他两个移居到西京 西京就今天的洛阳 从开封洛阳的洛阳 待遇不变 还是正国籍待遇 待遇不变 换了换地方 这件事情 影响很大 过去很多人夺了地位以后 先把人家的皇帝 不管怎么样 就咔嚓了 赵鸿印没有这样做 赵鸿印 封王封后 安置好 这是一条 第二 保证祭祀 古人非常重视两种祭祀 一个 宗庙 第二 山林 财荣迅虽然只有八岁 但是他的父亲 财荣 周世忠 还有太祖 国威 这些都是很英明的人 而且是对赵鸿印有恩的人 人家的宗庙 人家的祭祀 山林 你怎么办 赵鸿印保证他的祭祀 该怎么祭 还怎么祭 而且要大宋的官员去拜祭后周的皇帝 这两条非常关键 一个是封王封寇 一个是保证祭祀 让人家的香火不断 这事都做得很得人心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赵鸿印干嘛要这样做 为什么不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斩草除根 为什么不这样做 两个原因 政治需要 感情需要 杀人固然很痛快 但是你把后周的皇帝杀了 后周的大臣们 那心就不稳了 他会对你有看法 所以不能斩草除根 这是政治需要 感情需要 赵鸿印怎么当上后周的都典检 首先是周世宗柴荣的提拔 再来就是太祖国威的提拔 人家后周两代皇帝都对你那么恩宠 你能夺得人家儿子的权就这么下手吗 感情上也过不去 所以这两点原因 他不会那样做 后来怎么办 三年以后到建龙三年 赵鸿印下令 郑王柴东逊 从西京洛阳给他迁到房州 就今天湖北的房县 然后派了他早年赵鸿印自己的一个启蒙老师 这个老师是一个忠厚长者 让他去做那个房州的支州 就让他这个地方官照顾好这个小孩子 一直到十三年后 因为柴东逊是八岁 九六零年丢了皇帝的位子 到了开保六年 九七三年 二十多岁的柴东逊死了 病死了 这个不是赵鸿印的 病死了 死了以后 赵鸿印还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就是对后洲的皇帝 他可以说做的基本上你无可挑剔 这叫后代废帝 很不容易做到的 后代废帝不光是对柴东逊 柴东逊还有兄弟 宋代有一个笔记叫随手杂录 作者叫王拱 这个王拱的随手杂录写了一个小故事 这样写的 说赵鸿印进了周世忠柴荣的宫殿 看见一个宫女抱着一个小男孩 他就问这是谁 那宫女说 这是周世忠柴荣的儿子 当时在赵鸿印身边站的有谁了 有当时的宰相范志 有陈桥兵变的一个主要人物赵鸿 还有一个就是在杨家将的故事中间 经常被提到的那个原型人物潘美 杨家将就把他讲成潘人美 就是潘美 这几个大臣都在身后 然后 这个宰相范志 还有赵鸿 这些人赌张 把这个柴荣这个儿子杀掉 原话就是去之 除掉他 赵鸿印不说话 他身后站的那个潘美也不说话 赵鸿印就问潘美 你说 赵鸿印在他回答之前 先说了这么几句话 吉人之位 杀人之子 朕不忍为你 我占了人家的皇帝的位置 我还要杀人家的男子 我不忍心变了 他问潘美该怎么办 潘美就来那个实话实说 潘美说了非常 这个切实 他说 我和你都一块 北面侍奉过周世东才荣 我要说不杀他 你肯定怀疑我 我要说杀他 咱们欲行谁都不忍 赵鸿印怎么说的 这样吧 这个小孩 你把他领回去 作为你的养子 你来养他 但是他不是你的儿子 他是你的侄子 你把他养大 从此以后 赵鸿印再不问周世东才荣 这个小儿子怎么办 潘美也再也不提这个事 结果潘美就把周世东才荣 这个小儿子一直养大 最后在北宋还做了高官 这个儿子后来改名 叫潘伟吉 潘伟吉做了高官 潘伟吉的后代 把这个事讲出来了 所以王拱就在他的一个笔记 随手杂录中间记录了这个事 怎么看待这个事呢 我讲三点 第一 史源可靠 这个历史的来源非常可靠 他是潘伟吉的后代讲的 所以非常可靠 第二 旁证可信 这不是这一本书记载 还有一个笔记 王志的末记 也记载了个事 而且比王拱记得还详细 说明这个有旁证 第三 宋史有记载 宋史记载 所以这个故事可信 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出来 赵匡印 对周世宗的即位的儿子 和不即位的儿子都非常仁慈 不杀钱费弟的兄弟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一 是对柴东逊 第二 是对柴东逊的弟弟 第三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事情 叫太祖式碑 这个太祖式碑这件事 在宋史研究界争的一大糊涂 有人说有 有人说没有 这个式碑的问题 我们今天不能讲 要讲起来至少在一节课 我们不讲这问题 太学术了 但是这个式碑中间 据传宋太祖赵匡印当了皇帝以后 在他的祖庙中间立了个碑 这个碑的一共写了三条 这三条对外面是封闭的 谁也不知道 他谁当了北宋的皇帝 第一件事都要到祖庙中间去拜祖 拜祖的时候要亲自把这个式碑看一遍 这师妹的第一条就这样写了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 纵犯谋逆 只依狱中刺进 不得誓曹行路 也不得连坐之属 什么意思了 柴氏家的子孙后代 有罪不能用刑 某反只能在狱中让他自尽 不能拉到大街上去杀 也不能够连坐他的亲属 太祖诗碑三条 另两条我们以后会讲到 但这一条就是专门对着 柴氏宗的 周氏宗柴荣的后代的 这个诗碑真假我们且不变 就这一条看起来 我们说他人道理性 这就是证据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奖谈栏 赵狂印后代废地 向后洲的文武大臣释放了一个信号 表明了一种姿态 那就是对从前的最高主子 我尚且如此优待 其他人尽管放弃 赵狂印对后洲宗室的宽容后代与保护 在后洲官僚阶层中一定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 让他们忐忑不安的心稍稍放松 他们满怀信心的认定 后洲的宗室既然能够得到保全 那么他们这些前朝旧臣也不会遭受恶语 那么事实会怎样呢 赵狂印接下来是如何处置后洲文武大臣的呢 第二件事叫陆用旧臣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一朝天子一朝臣 除了老外 我说这话中国人都能听懂 赵狂印是怎么办呢 是一朝天子两朝臣 明白了吧 什么叫一朝天子两朝臣呢 他当了皇帝继位以后 无论是高官 无论是低官 无论是武官还是文官 一律留用 不把他作为旧政府的旧职员 一律打发回家 然后该判刑了判刑 该杀头了杀头 该就扔到路标上就不发工资了 没有赵狂印是一律留用 所以叫一朝天子两朝臣 他容纳了后洲的所有从中央到地方 从武官到文官的所有的大臣 所有人一律留用 宰相 还是范智 王仆 魏仁仆 三个老宰相 还是宰相 这个范智这个宰相 可是对赵狂印很不尊敬 他被那些士兵压到赵狂印面前的时候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文献 这样记载的 这个范智当面质问赵狂印 说了这么三句话 先帝养太位无子 今生未冷 奈何如此 先皇帝待你就像待亲儿子一样 现在先皇帝尸骨未冷 你就能这样做事吗 把人家儿子的权给夺了 就这 那要按说一般的皇听这话 那非宰了范智 不行 没有杀 赵阳当当的宰相 而且范智有病的时候 金器 银器 衣服 给了大量的赏赐 魏仁仆有病 亲自到他府上去看他 对所有的宰相都非常好 而且 又是退休的 又是退休的 这个人还有点问题 他接受了赵狂印当皇帝以后 第一个叛乱的戒度使送给他一大笔钱 多少钱 五十万 接受了 所以后来这个人一叛变 这个司空下了 连下带病 他死了 赵狂印对这个人不加追究 死了以后 对他的家属给予优厚的补偿 这个对退休官员这么好 太不容易了 这就叫人道 你说是策略 当然可以说是策略 但是我说他更多的彰显的是人道 所以赵狂印这些做法产生了巨大的结果 所以赵狂印一当皇帝 派了很多人到各地区跟那些地方官宣布 我们再换皇帝了 新皇帝是谁 那些地方官都问 宰相是谁 掌军士的书密使是谁 管军队的最高军官是谁 问过来以后 都是原来的 我们这些地方官立即接受诏书 下拜承认新朝 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人道的力量 理性的力量 文明的力量 而不是把前面那些人全部给干掉 而是余力流用 所以北宋在中国历史上 为什么有他的地位 他的文明 他的人道 他的理性 是任何一个王朝所不能够相比的 宋以后你比比元 你比比明 你比比朱元璋当政以后 他那些做法 除此以外 赵狂印对陈桥兵变唯一死的一个人 就是那个韩称 韩通 韩通死了 韩通是后州的 侍卫亲军马步军的复都指挥使 在京巡检 是当成京城可以调兵的人 他被王彦生杀了 叫他死了他一个人 赵狂印立即给他追赠 而且就在第三天 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赵狂印当了三天皇帝就后葬了他 说他是后州的忠臣 把他当忠臣 安葬了 按说他是反对赵狂印的人 要起兵抵抗赵狂印 赵狂印把他当后州的忠臣 隆重的安葬 新皇帝这些做法 让人确实耳目一些 这还不算 对各地的地方官 一律加封 这个加封 都是加一个手 看守的手 宋代这个官职比较复杂 凡是加守的 比如说守太师 守太保 守太位 守太府 加这个守 什么意思呢 说明你的资格没有达到 但是我给你这个名分 这叫守 这里边有两个重要的地方官 家的都归附新朝了 这两个人影响非常大的两个地方官 就在赵狂印的感召之下都归附新朝了 第一个 福燕青 我们讲过这个人 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第一 他的家族在整个朝中是一个强大的帮派势力 第二 他女儿多 他两个女儿都是后周周世宗柴荣的皇后 我们过去讲过吧 他可以说是后周周世宗柴荣的老岳父 这么一个人 赵狂印对他倍加呵护 最后福燕青 他还有女儿 他把另一个女儿嫁给赵狂印的弟弟赵狂义 做妻子了 你看女儿多了好吧 前朝皇帝嫁了两个 当今皇帝的弟弟还有女儿在家 福燕青 在他有生之年 受到了北宋皇帝特别的礼遇 这是一个人 他很快就归附新朝了 而且他还上表 说别再叫我什么国障之类的东西了 这就改朝换代了 赵狂印说不 原来怎么称呼你 现在还怎么称呼你 您老是称呼不能变 这是一个人 第二个人 张永德 这也是个戒毒士 是个非常有实力的人 这个人是什么人 他的妻子 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儿 他是郭威的女婿 你说他这个关系 给周太祖郭威担任多近呢 就这 赵狂印在整个一朝 仍然称他为驸马 他是前朝驸马 改朝换代以后 仍然称他为驸马 对他所有的礼节 一律不变 那当然人家很高兴 改朝换代不损害他的家族利益 不损害他的个人利益 他立即投票拥护新朝 两个最重要的人 一个是柴荣的老岳父 福燕青 一个是郭威的女婿 都归附赵狂印 这可以说是手段 可以说是策略 但是更多的应当看到 这是赵狂印的人格魅力 是这个人的道义感染了他们 收看的是百家将韩兰 对后洲皇室和文武大臣的善态 让这个刚刚建立的崭新王朝 多了一些仁义的味道 与历史上其他新建王朝不同 大宋的建立多了一份平和和稳定 少了血腥和暴力 当赵狂印处理完废帝和大臣的事情后 他开始考虑那些拥有他走上圣坛的将领与谋士 对于这些人 他又将怎样有效的安置呢 废帝后代了 旧臣重用了 还有一帮人不能忘 那一帮人给他往身上 披黄袍那帮人 那叫什么 那叫新贵 功臣呢 他们弄了个黄袍给你 加上这一帮人 你必须得给他们安排 那怎么办呢 重用心贵 怎么重用呢 掌军权 掌军权的权是他这帮哥们儿弟兄 这帮人拥立他 做了皇帝 反过来他让这帮人全部掌了权 我们讲过 北宋的进军是两帮 一帮叫世卫司 一帮叫殿前司 世卫司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 世卫军 马步军都指挥使 副都指挥使 给独育侯 这是前三名的高官 赵匡印 安排了自己的 全部是他的亲戚 还有一个 殿前司 殿前司有殿前都点检 副都点检和指挥使 三个高官 一号 二号 三号 全部是他的亲戚 所有跟他打天下 帮他黄袍加身的 一律给予高官后路 而且掌了最重要的军权 其中 有一个人 就是那个 殿前司的副都指挥使 高怀德 赵匡印 还特别优待 把自己唯一的妹妹 嫁给了这个高怀德 他这个妹妹很厉害 当年赵匡印回家说这个事 他妹妹不是拿了擀面杖 到处打他吗 就是那个打人他那个妹妹 这很厉害的 那么多人都受伤了 唯独一个人没有受伤 这个人叫王燕生 王燕生是谁了 王燕生就是杀了后州 唯一的抵抗着韩通的那个将领 没有赏他 为什么没有赏他 因为赵匡印下令 不能杀人 但是他杀了韩通 有些研究者认为 王燕生是奉命杀韩通的 所以奉命也不行 没有赏 当然王燕生还是有功的 赵匡印不会忘了他 过了不多久 赵匡印就给了王燕生 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叫什么职务呢 叫京城巡检 这个京城巡检 就是京城的最高军事长官 这个京城巡检 就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警备司令 警备司令 不是司令 这个职务原来是谁当了 就是被王燕生杀那个韩通 原来是他是后洲的京城巡检 杀了他 王燕生又做了京城巡检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将韩兰 有功赏赐 违法则罚 即使用于有功 也不能例外 在对待陈桥兵殿的将士中 赵匡印必须给上 心存疑虑的下属 做出一个样子 同时也能有效的威慑一些 仍然保持了五代军阀作风的将领 安排好这些事情后 赵匡印不落从后 又通过一系列的仪式 来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这就叫奉天成运 此类的典礼与仪式 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为重要 所以盗送建立之后 赵匡印一系列的相关礼仪活动 也在马不停蹄的进行 第四件事 重视仪式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仪式 新皇帝继位以后 要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 必须举行一系列的仪式 证明自己是奉天成运 这奉天成运四个字 大家现在听电视剧听了太熟悉了 古人要证明自己奉天成运 要有一系列的活动 第一 祭天地设计 就是把自己的成功向老天报告 向自己的祖宗报告 敬天地设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立太庙 敬寺 奉寺先祖 立太庙 奉寺先祖 就是要把自己的成功告诉给自己的仙人 赵黄印记了四代仙人 就是高 曾 祖 你四代 高祖 曾祖 祖父 父亲 父亲那代读你 叫你 高 曾 祖 你四代 然后追赠男性为皇帝 追赠女性都是为皇后 这叫祭祖 第三 确立火德 周朝是穆德 宋是代舟而立的 按照五行学说 那么宋是火德 第四 确立 祭祀 宴响的乐曲名 皇帝要吃饭 要祭祖 这些事情要奏乐 用什么乐器 一律都要举行 另外 立皇太后 立皇后 这一系列的礼节 赵皇印就在三天两天之内全部搞完 这些东西叫我们今天看起来 这不是瞎折腾吗 其实在当时来说 它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 祭天帝 祭祖宗 所立皇后 立太后 所有这一切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 他要通过这一套仪式 昭告天下 我是真龙天子 赵皇印重视仪式 你看这么一个武将 从废地到旧臣 到新贵 到仪式 他们有一件事拉着 最后一件事 关注民生 赵皇印 在前面四件大事的基础上 最后做了一件事 关注民生 赵皇印是通过军事政变 当了皇帝的 所以他对 废地 旧臣 新贵 都特别重视 他知道这帮人能量很大 人数很少 能量很大 但是他同时没有忘记天下曾生 就在他继位的前三天之内 赵皇印还做了一系列 关注民生的事 因为赵皇印懂得 老百姓支持不支持 是这个政权能不能变成长周期王朝的关键性因素 那么赵皇印做了哪些事呢 第一 严禁士兵 抢劫 这是老百姓最忌讳的 以改朝换代 你看 后洲的国威 杀到京城的时候 放纵士兵 烧杀抢劫十天 如果站了一个京城 就放纵自己的士兵 在京城里面抢劫十天 那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祸害 赵皇印不同 赵皇印的做法是 绝对禁止士兵 绝对不能抢劫 但是禁归禁 总有不怕死的 总有打大的 总有那些以身试法的墙 烧 赵皇印把这些人抓起来 趁火打劫的人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 毫无例外 第一 肇事者一律斩首 第二 受损失的商铺和老百姓 国家补偿 老百姓一下子满意了 第二件事 改革 曹运办法 曹运在中国古代 是一个专有名词 什么叫曹运呢 就是通过河道运粮食 运皇帝皇宫 京城用的这些东西 这个叫曹运 大家知道 开封这个地方 是在河南省的中东部 靠近黄河 开封的北边 二十里地 就是黄河 所以开封所有的费用 他所有用的这些东西 依靠于黄河 这个曹运 过去的 为了保证曹运 要经常去疏通河道 疏通河道 老百姓去给国家干活 要自带粮食 赵匡运做了一个改革 今后所有为国家 修曹运 修这个水道的 无论是吃的 无论是穿的 一律由国家提供 老百姓不用再带了 过去老百姓是背着干粮 带着衣服 给国家去修和 现在你就去吧 国家管你衣服 国家管你吃的 那老百姓当然愿意 第四条 平衡物价 公元960年 赵匡印继位的这一年 河北的粮食 大丰收 而且河北这一年的丰收 是在连续几年丰收以后的 又一次大丰收 连年丰收 导致河北的粮价大跌 这就应了一句古话 古建商农 赵匡印怎么办呢 让国家拿钱 用高价收老百姓的粮食 保证农民产粮的农民不受损失 国家用高价收粮 老百姓的粮食 一下卖个高价 那老百姓当然拥护了 由此你可以看出来 赵匡印不但有发动军事政变的这种才能 他还有安邦定天下的治国才能 所以说 陈桥兵变是中国历史的幸运 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在一个帝国制度之下 能判来一个好皇帝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了 再不至于发生像五代十国 走马灯一样的朝廷更迭了 所以 赵匡印一系列 这五件措施 我们叫做组合权 五套措施组合权一下做下来 整个朝廷稳定了 但是 大家不要忘了 总有人不服气 总有人要闹事 赵匡印也明白 他做这一切能稳定的大多数 但不能保证每一个地方军阀 就是那些戒毒师 都能够归顺新朝 必然还会有人跳出来 这是肯定的 赵匡印心里非常明白 赵匡印自己心里也拿定主意了 我的天下 我做主 谁跳出来的呢 谁会 按捺不住 成为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新王朝的人呢 赵匡印又将怎么样来对付这个人呢 请看下集 玩火自焚 谢谢大家 赵匡印 陈巧兵变 王朝家身后 用各种怀柔政策 笼络人机 但是 就在他登基三个月后 仍然有人迫不及待地站出来反对他 那么这个站出来的人是谁 他为什么要首先反对赵匡印呢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步 宋太普 第九集 玩火自焚 赵匡印 陈巧兵变 皇朝家身后 用各种怀柔政策 笼络人心 但是 就在他登基三个月后 仍然有人迫不及待地站出来反对他 那么这个站出来的人是谁 他为什么要首先反对赵匡印呢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步 宋太普 第九集 玩火自焚 玩火自焚 这是天天天有什么问题 王力群读宋 玩火自焚 由于政权的来路不正 赵黄印怀柔一切可以怀柔的力量 以保证大宋王朝的稳定运转 但是赵黄印的怀柔政策 不可能在全国所有的角落都差不多无足 就在赵黄印登机称帝三个多月后 一个手握重兵的地方截住时 终于打破了官邦 首先跳了出来 举起了反送复舟的打气 赵黄印遇到了他建国以来 第一次反对中央政府的起兵 那么最先失去耐心的这个人是谁 他有能力对新建的大宋政权造成威胁吗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如宋史第一部 宋太夫第九集 玩火自焚 这个跳出来的人不是别人 这个人是赵玉军的戒渡使 叫李云 山西的一个戒渡使 当时就是古代的陆州 这个李云是个什么人呢 李云这个人的名字 原名叫李荣 但是他这个叫李荣就出了一个麻烦 我们知道赵匡印夺的是后州的政权 后州 州市中的名字叫柴荣 他的名字叫李荣 这就犯悔了 他的改 要避毁 所以人们就建议他 说你这个叫李荣啊 不行 你得改一下 干脆你改成叫李云吧 然后这个 这个叫李云的这一个赵玉军戒渡使呢 他还很滑稽 他随口就说了一段论语的话 说李云 李云 玉伯云戒宰 这个李云 李云 玉伯云戒宰是论语中间的人画 这个史书中间还记载了这么一句玩笑话 这个玩笑话说明两点 第一 李云这员武将读过论语 他脱口而出 就来一个李云 李云 玉伯云戒宰 说明这个人读过论语 当然在中国古代 现在读过论语 能够张口就把论语给背出来 我们现在叫国学功底很不错了 但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那个时期 那字能叫粗食文末 就说有点小学文化程度 那个读论语就是个同盟读物嘛 所以你那个会背论语 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水平 这说明第一点 说这个人还读过点书 第二呢 说李云这个人呢 还挺幽默 就是这一个颇有幽默感的李云 第一个忍不住 跳起来反对着黄尹 那么李云是个什么人物呢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戒毒使 他有什么资本来挑战大宋的开国皇帝赵黄印呢 我们要仔细看一看 李云还真有资本 五条 第一 武功高强 他是赵义军的戒毒使 他武功高强 什么武功呢 善于骑马射箭 常于骑射 这在那个年代 冷兵器时代 你会骑马射箭 这就是本领 就是资本的第一条 第二条 开国功臣 当年国威带军队杀回开封 夺取汉影帝的地位的时候 李云是跟随国威杀到京城的人 所以郭威当了后州的皇帝 李云就做了赵义军的戒毒使 所以他是开国功臣 这是第二点资本 第三点 这个李云在郭威当了皇帝以后 郭威九把他任命为赵义军的戒毒使 赵义这个地方 我刚才讲过了 在山西 具体来说 就是今天山西的长治 这个位置在后州时期 北面面临的是北汉和齐丹 它是阻击北汉给齐丹的一个前沿阵地 而且他打了很多胜仗 他是后州的边地长城 守边有功 这是他的第三个资本 第四个资本 李云这个人 骄横成性 他武功好 能打仗 有功劳 有长期在边地作为戒毒使 在地方上 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做官做了时间长了 那个时候没有飞机 没有高铁 那么你从长治到京城开封 那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很难走的 所以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做官做了时间长了 养成他的一个怪毛病 骄横 他觉得他在那就是土皇帝了 史书记载他有三件事 他把国库里的那个赋税 他把国库里的那个赋税 他私自用了 他敢私自动用国库里 动用国税 国税是上交中央的 他敢动用 这是第一 第二 叫破机亡命 就是天下的逃犯 逃到常治去了 他一律不逮捕 一律收留 都融下来了 这要传出来 那不得了 那天地下所有犯罪的人 都集中到他那去 到那不抓 还要重用 这叫破机亡命 第三点 是因为他的私人怨愤 他把后洲皇帝派去的监军使 给抓起来了 中央政府派的人 他都能够抓起来 就是这么一个家伙 所以这个人第四个特点 第四个资本 就是交恒无度 第五 资深 这资深也不得了 当赵匡应刚刚在进军中 做一个小头目的时候 人家李荣已经做了 多年的赵玉军戒度使 这个叫资深 资深很厉害 资个佬 所以李荣有这五条资本 所以他敢跳起来反抗大宋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蓝日 李荣自郭威称帝后 一直在赵玉军戒度使的位置上 镇守后洲的西北边境 是后洲朝廷西北边境的有力屏障 到赵黄印陈桥兵变的时候 李荣在赵玉戒度使的位置上 已经超过了八年 论自立 李荣为赵玉军戒度使 镇守陆州 享受户籍待遇的时候 赵黄印还是张勇德手下的一个小头目 一转眼 赵黄印变成了大宋的开国之君 成为了新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一向狂妄放肆 连周世宗也让他三分的李荣 内心会平衡 赵黄印当了皇帝以后 对李荣怎么办呢 加官 给他加了一个中书令 叫监中书令 这个中书令是个政二品的官 加给他官 安抚他 那么李荣对赵黄印的这种奖励 采取什么办法呢 拒不受命 老子不要 不要 新皇帝给他的奖赏 他不要 史书记载了两句话 说李荣怎么处理的 左右未成立数来明明下 李荣拒绝接受这个事情 让李荣他身边的人知道 这事做得太过了 一点都不给大宋皇帝面子 这事太过了 所以他身边人都劝他 劝他什么来 拿天命劝他 你赵黄印命好 人家是真命天子 你的任命 人不能和命斗 你跟命斗 你这就斗不过命 最后 明面下摆 什么叫明面下摆 非常勉强的跪下来 接受了赵 赵令 接受完赵令 就在宴请中央使者 就中央派的使者给他下赵书 结在中央使者的宴会上 这个李荣又来了 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一出戏 正喝着酒来 接待中央政府的官员 地方政府的首长 接待中央政府的官员 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宴会 正喝着酒来 李荣来了 找人把周太祖郭威的画像 拿到厅堂上来了 然后往那一挂 对着这个画像 他是先拜后枯 这叫什么意思 人家一赵匡应 刚刚把后祖给推翻了 人家当了皇帝了 又来给你送了 给你加了官 你正在接待人家的使者了 你把前朝的开国皇帝的画像挂出来了 前朝皇帝的画像挂出来 然后又是拜又是哭 这个酒会怎么喝呢 这酒就喝不下去了 那左右的人赶快打圆场 说我们的这个街度使 酒量不行 喝多了 现在是醉价 这车就乱撞了 别怪他 他是醉价 别追究他了 这个使者还挺有涵养 把这个全记录下来了 当时记录的手段很简单 没有摄像 也没有照片 就是把这个事整个记下来 这件事闹大了 虽然当时没有这个电视 这个微博 但这个消息传得非常快 迅速的传到了两个皇帝的耳朵里 一个北汉的皇帝 刘军听说了 北汉长期跟后洲对峙 后来北汉又和大宋对峙 所以北汉的皇帝刘军在哪呢 在山西太原 他在山西长治 历的并不远 听说了 这刘军一听说 刘军特高兴 立即写信给李云 说咱两家联手 咱把姓赵了 给老赵给灭了 这是第一个听说的 第二个 那当然毫无疑问 大宋的皇帝赵光燕也知道了 赵光燕咋知道了 他派出军的使者 能回来不给他汇报吗 怎么拒不受命 怎么劝他 勉强才磕了头 这边刚磕完头 那边就拿出来个画像 又是哭又是败 一五一十全给赵光燕讲了 赵光燕全明白了 这得云 这个侧头 肯定要闹点声 但是赵光燕没有动 并没有行动 因为赵光燕现在明白 师出无名 你现在出兵 还不到时机 再一个 刚刚建国 不易动物 稳定压到一切 还是稳定好 所以他没动 结果 这个罪嫁的李荣 又做了一个让人 到今天 我们都想不透的事 北汉的皇帝 刘军不是写了一封信 说咱们两家联合把老赵给灭了吗 这个李云是 接到这个信以后非常高兴 他非常愿意给北汉联手 共同对付赵光燕 但是这家伙不知道怎么想的 他把北汉那个皇帝刘军写给他的信 转过来派人送给了赵光燕 这就不可思议了 你们两家私下里勾结的这个信 你交给赵光燕 我写这个讲稿的中间 我始终想不明白 这李云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信交给他了 第一 示威 示威啊 你看 人家的皇帝来给我联合了 来给我联合了 示威 第二 示威 你看 人家来找我联合 我赶快告诉你了 我对你还是很好的 但是始终我们无法断定 这个李云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就叫罪假 就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已经超出正常思维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蓝 对于李云的种种不良表现 赵光燕早就心中有数 李云很可能早就进入了他重点防范的事业 而从李云把他和刘军的逆信转交给赵光燕来看 李云身上有一股自是有力 嚣张跋扈的军阀作风 他根本没把赵光燕放在眼里 那么面对李云的挑衅赵光燕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赵光燕很老年 赵光燕第一没有下招责备他 第二没有派兵征讨他 反而下了个令 叫你的儿子进京 我给他安排一个中央的官职 什么官职呢 黄成石 就所谓京城的 掌握京城宫殿出入的一个官 我还给你儿子个官做 赵光燕干嘛 知道这个人要反 还给他儿子 他的儿子的名字起得很好 叫李守杰 叫李守杰 给他儿子任命了一个黄成石 我想老赵下这个令 很大程度上是个试探 而李云接到赵令以后 也让自己的儿子去了 李云是为什么派自己的儿子去了 我估计那是为了卧底 你不叫我儿子去吗 我就弄个儿子到你身边去 他俩这就各有各的想法 他儿子就上任了 他儿子一来 赵光燕就接见他了 赵光燕接见以后 劈头盖脑说了两句话 太子辱何故来 太子你干嘛来了 这话问的很没有道理 是你老赵下了令叫人家来的 你还问人家何故来了 这句话 这句话最蹊跷的地方 最能够点名主题的地方 在对对方的称呼 太子 那言外之意说 你爹想当皇帝了 所以我称你叫太子 太子辱何故来 你干嘛来了 然后 这赵光燕给他儿子又讲了一番话 他儿子赶快解释 他说你怎么叫我太子了 是不是有人来理解 您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 我父亲还是很忠于大宋皇帝的 赵光燕说 甭说了 我全知道 你那个老父亲早就想反了 你一直劝他 他不听 你是站到朝廷一边的 你爹是站到反朝廷一边的 就这样吧 你回去 告诉你爹 说什么了 这个史书记载的原话这样说的 我畏畏天子时 任辱自为之 我继位天子 辱毒不能小让我 我不做天子 你爹想咋弄咋弄 我管不着 我做了天子 你爹能不能对我稍微做点让步呢 小让啊 你稍微给我让点步来 别给我弄得太没脸面 我的使得去了 你把前朝皇帝的相往那一挂 是吧 你给他哭开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 这李守杰一听 官也不要了 连夜骑了马 从开封 跑回长治去了 当时就是他的 他父亲所在的地方 把这个事全部告诉他爹 赵光燕就是要他传这个话的 这个话传过去 本来应当是两个效果 第一 镇住了 不敢再动了 立即上表谢罪 这事可能就会平 另一个可能就说 既然败露了 那咱们就 驴胳膊卷袖子 咱来 动真的了 李云是第二手 他一听说 那既然暴露了 那什么都不说了 反 李云做了三件事 第一 发西文 西文是古代的一种文书 当一方逃发另一方的时候 首先要发一篇文书 昭告天下 隶属对方的过时 说明我是正义之士 我要逃发你 这叫发西文 第二 求救兵 北汉的皇帝刘军不是来过信吗 向两家联手 向北汉求救兵 第三 占泽州 泽州在哪呢 泽州是在长治的南边 长治南边 今天山西最南边的 有一个市叫进城 进城 给河南也交界 也隔了一个太行山 他首先南下 把那个泽州给占了 泽州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他等于把山西的 这个东南角 这两个市全占了 这一块地方紧靠河南 而且紧靠的是什么地方 来是河南最重要 最具战略意义的地点 因为他第一 他靠近洛阳 第二 他靠近交座 交座给洛阳 这个地方是 我们讲过 流向之争 其实就是在这片大的 这个地方是个军事要地 所以他就反了 当然他这个反 有很多缺陷 他这个谋反 其实缺陷很多 第一 利义相悖 你想北汉的刘军 和这一个 大宋的 这个 一个戒度使 这两家联合 他两家利义相悖 刘军是想借着 李云的力量 把赵黄印给灭了 李云是向着北 借着北汉的力量 然后怎么办呢 是灭了赵黄印 让自己做大做强 但是北汉的皇帝刘军 绝不希望灭了赵黄印 再做强做大一个刘军 做大一个李云 这是他不希望的 所以两家目的不一样 灭宋 这个目的是一致的 但是都希望在灭宋的时候 让自己强起来 这是第一点 利义相悖 第二 地位不当 这两家结合的时候 刘军是皇帝 李云自是一个大宋的戒度使 所以李云称刘军为君 刘军封李云为西平王 两个人地位不相等 这个地位不相等造成心理不平衡 这是第二个弱点 第三 互相猜忌 这两家因为要联合 所以两家就在太平义 见了一次面 这一见面 两家的力痕更深了 这一见面 李云就发现 北汉的刘军 虽然是个皇帝 他手下那些兵 一个一个都是松包 比起他手下的兵弱多了 所以他非常后悔 不应当给北汉联合 他觉得北汉太弱 帮不了他 北汉的刘军 给李荣聚会以后 就发现李荣太强 所以就派人要监督李荣 派了监军使者 监军使者就想找李荣 就找这个李荣商量 咱们俩怎么打 李荣聚不见面 因为李荣觉得 我要的是援军 我要的不是来 给我指手画脚 所以两家 这个联合的本身 存在着三大问题 所以这个李荣造反了 天生的就 就存在着许多问题 当然李荣手下并非没有高人 李荣手下确实有一个高人 这个高人的姓名还很奇怪 他的姓是个福姓 叫吕秋 门子旁一个吕布的吕 叫吕秋 这是他的姓 他的名字叫仲青 吕秋仲青 他给李荣讲了一番话 讲得非常有道理 他说你现在是国军起兵 面对大梁 你的军队和大梁 大梁就是开封 也就是赵荒印的中央军 说你的地方军队和中央军相比较起来 差得太远 实力差得太远 你跟这个仗根本没法打 如果正面交锋 你必败无疑 你现在要想不打败仗 你怎么办 你现在就赶快出兵 占据什么 占据今天交作的孟州 就是孟县 你占了孟县 占了沁阳 然后在渡过黄河占了洛阳 把玉西这一片整个占住 你从山西出发 把玉西占着 然后你和大宋较量 这还能一争天下 否则的话 你这个账一出即溃 这个吕秋仲青的这番话 说的是非常有战略眼光 但是有一条 李云听不进去 李云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他没有战略眼光 他听不进去 没有这样做 而吕秋仲青这个分析 正是赵匡英最害怕的 赵匡英最害怕的 就是他从山西出兵 把玉西这二块一战 将来 大宋战的是玉东的平原 他们战的是玉西的丘陵山脉 山脉 将来这个仗打起来就不好打了 会打了时间很长 赵匡英对这一仗非常重视 这叫开国第一仗 开国第一仗 赵匡英就定了两个原则 只能胜 不能败 只能快 不能慢 一个是必胜 第二个是速胜 你只要一打持久战 僵持到这了 那其他的跳蚤们都该跳起来了 你必须速战速决 才能把其他的人给镇住 所以赵匡英就做了重要的调整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目 李云起兵是赵匡英登记后 遇到的第一次反对中央政府的起兵 这对赵匡英来说 此事关系重要 如果宋朝得胜 这将给其他地方击度是一个重要警示 如果宋朝失利 这将直接影响到赵宋政权的稳定 对于这关键的一战 赵匡英如何部署呢 赵匡英做得很巧妙 他首先是广泛的叫广纳善言 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 这些人的意见都告诉他 一定要把太行山的要塞给占住 不能让李云占住 李云一旦占住 将来这个仗就打成持久战 赵匡英采纳了 第二 赵匡英 这些人建议赵匡英 要东西夹击 李云不就是在山西的东南部这一角 那么应当从两面夹击 西面 怎么夹击呢 让住在安阳 住在浦阳的他的军队 向西边打 这样可以牵制住北汉 流军的大部分军队 让北汉流军不能清国之军全部南下 然后东边再派军队两边形成东西两路加击他 这是在安排上的第二步 第三步 叫防北 湖南 北面要防齐丹 防刘军 防他们南下 南边 李云起兵的时候 南边还有一个戒度使 也想起兵 这个人我们下集再讲 这个人也蠢蠢欲动 不过人家赵匡英先得到消息了 赵匡英得到消息以后就想办法 先把南边这个人给按住了 给劝住了 叫战士不动 然后集中兵力 对付李云 第四个 留足后路 我们前面讲赵匡英在政治上很有一套 其实这个人军事上也是个很了不得的人 他在出兵之前 打仗之前 他派了他最信任的一个将领 叫韩令坤 让他带领军队 住到哪了 住到河阳 河阳在什么位置呢 河阳就是今天的小浪迪水库 大家都知道黄河小浪迪水库 小浪迪水库附近那一片就是孟州 就这一片黄河之北 叫河阳 在这一块住了重兵 这些军队不参与战斗 但是他住了重兵 而且他在临出京之前 给他弟弟有一番交谈 这番话很重要 他给他弟弟这样 事行也 振胜 则不赢 万一不利 则是照顾 分兵守河阳 别做一家忌妇 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这次就打仗 两种可 第一 打赢了 咱什么都不说了 第二 打败了 万一打败了 让赵普赶快带兵 把这个河阳这块国站住 只要守住河阳 京城就可保 咱们再商量 下一步怎么打 全部安排好 这才出兵打 那当然这个仗就 因为这个妙算在前 妙堂纸上 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 所以这个仗打得就特别顺 李云是一败 再败 三败 联系李云打了三个败仗 李云最后是怎么办呢 全家人投火自焚 带着全家人 跳到大火里自杀 他死的时候 他的大本营 昭义就是陆州 常治还在 谁在那守呢 李守洁 所以他父亲全家一死 赵荒印的军队已北上 李守洁 不守洁了 李守洁 举城投降 降了 赵荒印对李守洁 还真不错 投降以后 立即任命他为官 后来又做了 善州 就山东善县的团练士 又做了另一个地方的团练士 一直到他 做官到死 赵荒印没有杀他 一个叛将的儿子 赵荒印一直在重用 这一次叛乱 很快就被赵荒印解决了 这一解决 李云算完了 杀了李云最大的一个效果 叫什么呢 杀鸡敬猴 猴明白 杀鸡敬猴 猴明白 这个杀鸡的目的 不在于杀鸡 杀鸡的目的是杀鸡给猴看 如果杀了鸡猴能明白 这鸡就杀对了 如果杀了鸡猴不明白 鸡就杀了 可惜了 结果杀了李云以后 出现什么事情了 成德戒度使 郭崇 原来准备叛乱的 一听说李云被杀了 乖乖的一个人坐着车 到京城去见赵荒印 拜见新军 你看猴明白了吧 宝义戒度使原念 也准备磨刀祸祸 想走李云的路了 听说李云死了 赵荒印派了一个监军使者 潘美来了 乖乖的携带潘美 归顺大宋了 剑雄戒度使杨廷章 也准备叛乱的 听说李云死了 大消判断的念头了 但是我们前面讲过 李云叛变的时候 南方还有一个人准备叛乱 赵荒印知道消息以后 把他给稳住了 这个人是谁呢 赵荒印该怎么对付他呢 请看下集 请军入购 谢谢大家 赵荒印虽然兵不血刃地 夺使了后州政权 但是当时 后州地方上 手握重鹰的截度使 都存在观望之中 激动心怀意志的不少 赵义军截度使李云的造反 就是其中的一个 由于赵荒印不主不当 李云的造反 很快被镇压下去 而与李云同时 还有一个人也蠢蠢与众 他还派遣自己的心腹 命令联合李云 以对大宋进去南北加工之身 但是 与李云不同的是 李云是冲动站出来 找战大宋能场 这个人的气氛 有点被赵荒印第一次的意义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与赵荒印之间发生了事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命令讲述戏力 王立群读宋时 第一步 宋太子 第十节 请军入 赵荒印登机三个多月后 赵义军截斗时李云 第一个跳出来 起兵造反 可以说 李云的起兵 是他主动选择的 与他同时 还有一个人 也对赵荒印 提出了挑战 但是这个人 就不是主动造反了 他是被赵荒印 逼迫反叛的 那么这个人是谁 在他身上 发生了什么呢 进行观众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时 第一步 宋太子 第十节 请军入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荒印虽然兵不血刃地 夺取了后州政权 但是当时 后州地方上 手握重运的截斗时 都处在观望之中 其中 心怀意志的不少 赵义军截斗时 李云的造反 就是其中的一个 由于赵荒印 部署得当 李云的造反 很快被镇压下来 而与李云同时 还有一个人 也蠢蠢于动 他还派遣自己的心腹 秘密联合李云 意欲对大宋 形成南北加工指示 但是 与李云不同的是 李云是主动站出来 挑战大宋王朝 这个人的气冰 有点被赵荒印逼迫的意味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与赵荒印之间 发生了什么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宋第十集 请君入购 其实张李云 在北方叛乱的时候 南方也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大宋的淮南戒渡史 李崇敬 我们讲过李云的叛乱 说到李云叛乱 是李云有五个 五条资本 那么李崇敬有什么资本 李崇敬怎么也会叛乱 李崇敬也有他的资本 李崇敬有三个资本 第一 身份 李崇敬可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后洲的开国皇帝 太祖 国威的妹妹 扶娼长公主的儿子 那叫什么 外婶 对吧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这个身份 说明李崇敬给后洲的开国皇帝的血缘关系非常近 他这种血缘关系近的超过柴荣 柴荣是什么 柴荣是后洲皇帝郭威 他的妻子的亲戚 是他的侄子 跟国威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是他的养子 而李崇敬就是国威的亲外省 这个身份 非常特殊 这个身份 导致 国威在临死之前 传位给他的养子柴荣的时候 做了一番 专门的安排 因为 这个李崇敬 给柴荣相比 第一 年龄比柴荣大 第二 子个比柴荣老 第三 血缘比柴荣轻 这个国威在自己临死之前 他在一个正式场合 搞了一个小型仪式 什么小型仪式来 把他的亲外甥李崇敬叫来 把他的养子柴荣也叫来 把朝中的重臣都请来 然后举行了个小型仪式 让 这个年长 资格老 血缘进的李崇敬 当作所有大臣的面 给柴荣磕头 认新皇帝 这说明 国威在传位的时候 是做了周密的安排 他最害怕的就是 他一蹬腿 他这个外省一翻脸 把他那个养子给干掉 那后周就大乱了 所以他举行了个小型仪式 这个仪式举行 就意味着李崇敬 承认国威传位给柴荣 自己不接班 李崇敬做了 他资格老 这个军功高 血缘进 他还是给柴荣磕了头 任了周时中财荣 任了他这个国威的养子 做军 他做臣 这是他的第一个资本 就是他的身份 第二点 忠诚 他任了柴荣 作为后州的继位国君以后 李崇敬对柴荣忠心耿耿 高平之战 还有历次战争 他就紧跟周时中柴荣 立下赫赫战功 对柴荣忠心耿耿 所以这个人忠心可见 这样一来就带来了第三条 职务 李崇敬在柴荣做国君的时候 担任什么职务 担任后州禁军 我们讲过后州禁军的两大组成部分 一个叫殿前司 一个叫侍卫司 殿前司的最高长官是都典俭 都典俭就是篡位的赵黄荣 世卫司 那个最高的指挥使 就是李崇敬 由于他的特殊的身份 由于他的忠心忠诚 所以周时中柴荣 任命李崇敬 作为世卫亲军的总指挥 他给赵黄荣是平起平坐 两个人同时掌管禁军 所以李崇敬还有第三个资本 就是他的职务 第四点 影响 李崇敬在朝中和在禁军中间 影响十分巨大 这个人 战功卓著 忠心可见 身具要值 所以 粉丝众多 他在亲军中间有一大帮人 都很佩服他 亲近他 他的影响力非常大 这四条 这四条决定了 李崇敬 不是一个邓先之位 而且李崇敬 还有一个绰号 叫黑大王 为什么叫黑大王呢 他脸黑 能打仗 脸又黑 所以在周世宗征淮南 三征淮南的时候 南唐的人就给李崇敬起了一个绰号 叫黑大王 所以李崇敬 他有自己的优势 就我刚才说了四点 但是 李崇敬在关键时刻 在他的仕途中间 出了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周世宗柴蓉三十四岁英年早逝以后 由他七岁的长子柴宗逊继位了 这就是周公帝 柴宗逊继位以后 不知道怎么下了一道非常奇怪的命令 就是把身具要职的李崇敬 另外安排了一个职务 淮南戒渡史 戒渡史的官府在扬州 李崇敬还是侍卫清军的都指挥史 但是他同时兼着 身在扬州的淮南戒渡史的职务 他平时不在开放办公 在哪办公呢 在扬州办公 这就给老赵差了远了 他两个人都是禁军首领 一个在京城办公 一个在扬州办公 侍卫清军的都指挥史怎么跑到扬州去办公呢 历史没有记载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奖谈栏 坐上天子保护的赵宫印 会如何处理与他的关系呢 赵宫印一当皇帝 李崇敬给赵宫印两人的地方就发生很大变化了 赵宫印当了皇帝以后 赵宫印的第一道命令 就是免去李崇敬的士卫清军都指挥史的职务 先把他进军的军权给夺了 这个士卫司 殿前司因为是赵宫印做一把手的 殿前司的这帮人跟着赵宫印 全部进了中央领导班子了 而士卫司的人很不幸 一把手李崇敬 派到扬州去了 二把手韩通 是陈乔兵面中间唯一被杀的人 你看士卫司 一个被调走 一把手被调手 二把手被杀 士卫司遭到重创 然后赵宫印全部换成他的人 中央换了皇帝 对他来说出现了三件事 第一 赵宫印做了天子 第二 他的军权被剥夺了 第三 给了他一个虚贤中书令 给了他一个监中书令的虚贤 名气听起来很大 没权 虚的 给他一个虚的 就类似什么 顾问 顾得着 问一下 顾不着 就不问了 给了这么一个虚贤 就没有人去管他了 但即使是这样 李崇敬给新皇帝赵宫印上了个表 要求进京去拜见新皇帝 这不是一般的见见面 他俩熟得很 他俩作为进军 两个重要部门的两个一把手 非常熟 一个当皇帝的 另一个要求到京城去拜见他 按当时的规矩 新皇帝继位 地方继续都使进京拜见 表明承认新朝 承认新军 这种情况下 赵匡印一般情况下 是极其高兴的 那等于来一个是投降一个 来一个是投降一个 最怕的是不来的 他不来他就心怀 鬼态你就不知道 他怎么想的了 李崇敬要求来 赵匡印怎么办呢 史书写了一句话 崇敬请入朝 上亿未遇与崇敬相见 李崇敬要求来磕头 赵匡印说你别来了 这皇帝要磕头啊 你别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李崇敬来 别的戒度使来 赵匡印高兴得不得了 都是好酒好肉接待 唯独淮南戒度使李崇敬来 赵匡印不接待 史书没有写 我估计可能有三种原因 第一 救怨 两个人是不是过去有一些夙愿 为什么呢 一山不容二虎啊 一个是殿前司 一个是侍卫司 两个一把手 不分伯仲 所以两个人会不会有夙愿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呢 赵匡印没有想好对策 李崇敬是前朝的重臣 对这么一个人怎么处理 是杀 是扁 是放 是冷 是热 他没想好 既然没想好 最好的办法 你先别来 我想想再说 你先别来 我想想再说 第三 刺激 你不是想来吗 我叫你热脸蹭个冷屁股 不让你来 其他人来我都欢迎 唯独你来 你甭来 我不让你来 你想磕头 不让你磕 刺激他 为什么要刺激他 我逼着你 反复地刺激你 最后让你蹦出来 我再给你做掉 三种可能 不管怎么样 李崇敬想来 赵狂印不让他来 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历史的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很多我们想知道的东西 史学家不写 就是李崇敬来磕头这件事 赵狂印不让他来 没有记载什么原因 但没有 不让人家来 你得有个理由 赵狂印不会公开拒绝 赵狂印就把一个汉林学士招进来了 这个人非常有名 叫李方 这是一个大学者 他把李方召过来 给了李方一句话 善为我辞 以俱之 就是你好好为我写一个 写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要说的是什么样子呢 要说的是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但是呢 你又不能让他来 要说的两个人关系非常近 但是又不能让人家来 你得给我写这么一篇文章 结果他找了个李方 李方还真会写 李方就写了这么几句话 这几句话写得极其漂亮 这话怎么写的呢 军为元首 臣为古宫 虽在远方还同一体 宝君臣之分 方弃永图 修朝境之仪 何须此日 这的话什么意思呢 元首 我们经常见到说国家元首 其实在中国古代 元给首是同意思 元给首都是指的头 元首就是头领 都是头 说军是头 臣为古宫 什么叫古宫 大腿叫骨 这叫拱骨 就是皇帝是脑袋 大臣是胳膊 是胳膊大腿 就是这么意思 虽在远方同为一体 虽然脑袋给大腿立的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脑袋给大腿也是一个整体 你看这话说的多漂亮 君为元首 成为古宫 虽在远方同为一体 下面怎么说呢 保君臣之分 方弃永图 保持一个君臣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长期保持下去 既然长期保持下去 休朝尽之夷 何须此日呢 何必要那么急着来进京磕头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 意思是什么 两情若是久长时日 又岂在朝朝暮暮呢 你何必急着来磕头呢 只要咱俩关系好 是吧 只要咱俩在热恋之中 是吧 你在扬州 我在开封 咱们不是心向往直吗 你何必来呢 这就是李方 带赵匡应起草的赵书 文言写得很漂亮 总而言之一句话 你要来磕头 免了吧 别来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奖谈栏 李崇敬作为后洲国籍和政权 执掌士北司军权 对执掌电臣寺的赵峰印 多为忌贷 所以当他得知赵峰印通过陈巧兵叶 窜入了后洲政权时 心里很失望 但是最终他还是接受了赵峰印做天子的事实 接受了朝廷授与他中书令这一虚执的事实 而为了试探新天子对自己的真实态度 李崇敬上表请求依照慌例 以截斗使的身份 让开封禁建皇帝 但照慌令对这位后洲时期的政治对手 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他拒绝了李崇敬的高求 这一拒绝 让李崇敬心神不明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李崇敬接下来会如何做呢 这一下李崇敬可就忙了 军 军权夺了 要磕头 不让去 话虽然说得很婉转 意思很明确 待着吧 别来 所以李崇敬心里发毛 史书记载 崇敬得招 欲不自安 乃召集亡命 曾毕郡皇 因为背叛之计 什么叫曾毕郡皇 毕成强 把成强增高 皇护成河 把护成河挖得深一点 把成强修得高一点 开始做准备了 赵狂颖一不让他进京 李崇敬就开始 又修成又挖河 不是防备下大雨 而是准备着要打仗了 其实扬州 残破扬州 壁足数千 想抵抗中央政府的进军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李崇敬这个做法 很大程度上是自保 而这个自保 又在很大程度上 是被逼 谁逼他这样做了 赵狂颖 他要说磕头 你让他来 不是万事皆修了吗 他不让他来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来了一个消息 朝一戒度时 李云叛乱 李崇敬是个军事家 能打仗 一听到这个消息 他觉得机会来了 所以他立即写了一封信 派了一个亲信 这个亲信非常有名 姓翟 叫翟守寻 让这个翟守寻 带着信 去找 当时在那个昭义的 那个戒度时 李云 向南北夹击 二里联手 北面是李云 南边是李崇敬 二里联手 派了一个亲信 翟守信去了 结果出了意外 结果这个翟守讯 拿着密信 没有到山西 去找李云 跑到开封 去找赵黄印了 这不就完了吗 赵黄印一下子就看到了 李崇敬 勾结李云 准备造反的真凭实据了 有信为证 有人证物证 俱在 赵黄印怎么办 赵黄印现在全都要对付北边 你现在要再弄到南边 你把南边再比反 他一个在扬州 一个在长治 南北夹击 联合进攻 那一下子情况就危急了 所以赵黄印就问 问这个翟守 我遇刺重进铁券 逼信我证 什么叫铁券 铁券就是免死牌 我用铁柱一个免死牌给他 我给他一个免死牌 保证他永远不被杀 他能相信我吗 结果这个 你看他这个亲信 这亲信的话太厉害了 他说了一句 崇敬 终无归顺之 李崇敬这个人 永远不会归顺之 这下子赵黄印的 杀李崇敬的心 就定了 但是赵黄印在这关键时刻 说了一句话 武令 二兄病坐 分我兵死 千万不要这两个恶人 同时闹起来 把我的兵给分 那怎么办呢 那他关键就是在这个翟守训 他就对这个亲信说 你还回去 就说你见到李云了 你的任务是卧底 你的任务就是卧底 将来灭了李崇敬 我一定给你高官后路 那你现在回去怎么办 你回去要想办法把李崇敬给我稳住 让他不要动 这个翟守训 回去做李崇敬的工作 非常给力 给了李崇敬八个字 叫养威赤重 不可倾法 养威赤重 就是养精蓄锐 你可不要轻易地发作 李崇敬听了 没有疾病 错过了南北夹击 赵匡印的机会 等到李云之乱一平 李云之乱平定以后 各地的戒度使 就是那些猴们 杀了李云这个鸡 其他的猴们都跑到京城来 建兴皇帝了 然后赵匡印就下令 各地的戒度使换房 那么扬州戒度使 调走 李崇敬不要做扬州戒度使了 调到平路 做平路戒度使去 这下的李崇敬 就谋了 他更怀疑 赵匡印 要拿他说事了 所以李崇敬 最后 做了三件事 第一 扣留使者 把使者扣留了 第二 加强防御 第三 联合南唐 因为他的南边 在扬州 过了长江 就是南唐了 联合南唐 准备对抗中央了 但是他走错棋了 我们讲过 周世忠 财荣 在位的时候 三征南唐 把南唐 长江 一北 淮南 之地的 十四个州 全拿下来了 在这 拿着十四个州 中间 打得最有名的 就是赵匡印 所以南唐 宗主 李景 早就知道 赵匡印 是一个不能得罪的人 你现在 李崇敬的 联合他 对付赵匡印 那人家南唐的国主 这事办得可妙 你不是信本来了吗 我立即把这个信 托人 送给赵匡印 赵匡印又接到一封信 所以李崇敬 很傻 很天真 老赵 很精 很老道 他写了两封密信 都没有送到 对方 人家都给他送到 赵匡印那去了 赵匡印灭了李云 正找机会 找借口 去灭 李崇敬的 还找不到机会了 好了 机会来了 南唐国主 李景 送来了 李崇敬 联合南唐的 反书 反书一到手 好了 诗出有名了 你是我大宋的阶读师 你现在联合南唐 还想反叛中央 这一下子 赵黄印就下赵叔 要出兵了 赵黄印做了四件事 第一 任命主帅 谁是主帅呢 晋军首领 石首信 作为 征讨李崇敬的主帅 第二 剥夺李崇敬的 李崇敬的 官决 你既然反了 把你的淮南戒毒使 免了 第三 安排了京城留守 京城留守 给曾里云一样 由他的弟弟赵光义 担任京城留守 负责京城的事 第四 御驾亲征 亲自去了 所以这一次 是从建龙元年的 十月二十一号 赵黄印坐着船 从开封出发了 然后先到达宋州 宋州今天的河南的商丘 然后继续往南走 快到扬州的时候 十首信已经给他送来消息了 说这个仗特别好打 你们就是来看的 千万别动手 我自己就办完了 等到 赵光义 来到扬州城下 十首信 一声令下 扬州城 立马被攻破 立即就被攻破 然后 李崇敬带领全家 又是跳到火里边 自杀了 举家自焚 这样赵光义就平定了李崇敬的叛乱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目 李崇敬起兵谋反 最终没有逃脱失败的阶级 但是对于他的谋反 后代的史学家们争论不凶 有人认为 李崇敬无心谋反 使赵黄印逼迫他起兵 好让自己身处有语 一举解决掉李崇敬 除去心中一大隐患 也有人认为 李崇敬早就心怀意志 在后周时 他对于赵光义有过境 因此谋反之肯定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王立群老师如何看待呢 那么我采纳了就是 他是被动的 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判乱的时间 李崇敬 判乱的最佳时间 有两个时间 第一 赵光义陈桥兵变的时候 李崇敬立即起兵 你既然是后周 开国皇帝 太祖国威的清外首 那么一旦你的政权被夺 立即判就举兵 这个时间没有起兵 第二个时间 丽云在北边起兵的时候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李崇敬是一个军事将领 他当然知道南北家居 对赵光义来说 那是最致命的 这个时间又没有动 两个黄金时段都没有动 等赵光义把鸡也杀了 把猴也平了 最后剩了孤零零的一个猴 他要蹦出来了 这岂不叫不食食物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同样的身份 不同的待遇 和李崇敬同样是前朝 皇清国期的 还有两个人 我们前面讲过 一个叫福燕青 福燕青 我们上次讲过 福燕青 他家的妞多 他女儿多 两个女儿做了柴戎的皇后 还有一个女儿 嫁了赵光义的弟弟 他三个女儿 每一个女儿都安排到 关键岗位上去了 福燕青 后来一直受到赵光义的后代 后遇 对他非常 非常好 再一个是我们讲过 他的女婿张永德 也非常好 但是唯独李崇敬 那些人 赵光义对他们都非常好 唯独李崇敬 想进京 磕头都不让去 这是第二个 第三点 大开杀戒 赵光义攻破了 淮南戒渡使的首府 扬州城以后 大开杀戒 杀了多少人 杀了好几百 赵光义陈桥兵便在开封 自杀了一个复督指挥使 韩通 但是进了扬州 是大开杀戒 杀了好几百 第四点 扬州城防 大家看看扬州城防 这个扬州城防 在攻破扬州的时候 太容易了 这个仗几乎都没怎么打 一下子 就是热烈欢迎领导前来参观 热烈欢迎各位同事前来参观 然后 打城的时候 史书只记载了一句话 灯石攻拔子 攀灯的灯 时间值 叫灯石攻拔子 什么叫灯石攻拔子 立刻攻下来 打那个李云的泽州城 同样是这一帮军队 打泽州城 打了十几天 打扬州城 一下子就攻破了 说明什么 说明李崇敬根本 就 根本就没有做 防守的什么准备 李崇敬不准备反 没有准备反 所以应当说 李崇敬的这个叛乱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反的 其实李崇敬原来在赵匡印政变以后 他就积极要拥护新朝 积极表态 但是赵匡印不让他来 赵匡印不来 最后把李崇敬给逼反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李崇敬算是叛乱了 这个叛乱很快也被镇压下去了 平息了李云的叛乱 平息了李崇敬的叛乱 国内已经没有和中央叫板的这种力量了 所以赵匡印下面要考虑的不是安定的问题了 天下已经安定了 他现在最需要防的倒是他身边跟他一块发动政变的这些哥们了 这些人一个一个身具要职 掌握军权 这些新贵威胁到他了 赵匡印下一步就该解决这些新贵了 那么赵匡印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请看下集 杯酒士兵权 谢谢大家 公元961年的夏天 在一场酒宴上 宋太祖赵匡印于谈笑风声之中 轻松地解除了功臣素将 对大宋进军的掌控权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士兵权 而这极具戏剧性的世界 在被广为流传的同时 也留下了太多疑问 为什么赵匡印只是寥寥数语 这些手握重兵的功臣们 就乖乖地自动交出兵权 这场看似平常的宫廷酒宴中 究竟暗含着怎样的玄机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步 宋太祖第十一集 杯酒士兵权